你有沒有玩過日式的搖獎機 有啊 我小時候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有玩 然後那時候好像是去一個廟會 然後因為看到前面的人搖出獎 就覺得好像很厲害 那時候我其實不會講日文 所以老闆跟我講什麼 其實我一點都不知道 然後規則是好像就搖完之後 一顆出來 就是看那個是不是中獎 就像那個火腿他們選手那樣 那對 然後結果我那時候因為太開心 我想說我一定要搖出獎 然後我就很認真的搖 就搖出來之後 因為搖太快 一次掉了三顆出來 而且三顆好像都沒有白色那樣 都是有顏色的 老闆不就臉都沉順順 歡迎收聽日公配信 歡迎收聽第83集的日公配信 前面好小講的這個 你等於不只轉一圈了嘛對不對 對 你給他連續轉就對了 對連續 我應該是轉兩圈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最後是掉 那時候是有一次好像兩顆一起掉 可能真的轉太快 我記得那個洞就幾乎比他那個珠珠 就幾乎大一點點 你要一次兩顆其實也不容易 對我已經忘記那時候發生什麼事了 昨天就是我做了一個 反正你一定不只轉一圈 但是最後掉了兩顆還是三顆就對了 對 就很快的轉 然後全部人都看傻眼 連我媽媽那時候帶我去 我媽也傻掉 怎麼辦 老闆我給薑品 好像是就給了其中一個吧 給了其中一個 對 然後可能有看我小吧 那時候才小一小二 小二嗎 對 可能看這小孩子真的外國來的 什麼都不知道 就給一個啦 但是你也不知道 因為你也搞不清楚 比如三個不同顏色的哪一個是最好的 我是走 對 然後我就拿了禮物 然後回去我媽還跟我說 那個只能短一顆出來 我說我真的 你再兩半不吃責無罪啦 對喔 老闆也算 就怎麼講 基本消費他給你一個 其實這樣講 我王伯龍遇到這個時候 可以裝不知道一次轉三個出來 然後自己選 那一天 那天他沒有轉吧 那天他沒有被派到在那個先發 對 沒有那個機會讓他轉 對啊 好 再來今天有留言 這一集有留言 來練留言下 這個是鐵粉蔡薇的留言 感謝你五星老朋友來按讚 聽了愛迪哥跟豪小的搭配 感覺很舒服 也很想去北海道看看 特別是星球場 對啊星球場快要蓋好了 還複裂笑臉 對啊 一年了 一年多一點點 對啊 講到星球場 所以到時候你會穿 你有買星球嗎 你會穿著星球衣去嗎 會啊 會穿星球衣去 因為這禮拜剛好寄來台灣了 寄到家裡了 開箱 開箱了 開了之後 然後我的臉也有一點點跟 剛剛那個老闆一樣 齊順順 臉色有點小綠 小綠 小綠 星球衣會小綠 好 complain一下好不好 小小complain一下 待會兒我沒有要毀滅 毀滅這個品牌 或什麼的 不是那意思 只是小小失望 用失望 你看他打開之後 一來是 資料 資料我覺得 有一點點重 不想重 好像就是布料有一點點厚 所以整個拿起來的感覺 比以前 就是上一代的那些球衣 就是球迷版的 好指的都球迷版的 感覺還稍微重一點點 好 但是這個其實都還可以接受 反正我們冬天外套要穿 再怎麼樣一件球衣 也不可能比冬天一件外套重 對啊 比較失望的是背號 還有 因為今年多的胸前 有一個小背號 他居然都是用燙上去的這樣而已 以前是用東用秀的吧 對我特別去翻 我有從第一代 來北海道之後的第一代 到上一代 然後有一些特別的 對不對 特別那些活動 特別的球衣 像去年又買了 那個什麼 Abbicious的 Hokaito Series 我買了一個Eater袋的 通通拿出來翻 以前的每一件背號 或是他姓名這邊 他的邊邊都有 就是用秀的 他的邊都有秀邊 但是我收到這個星球衣 不管是前面胸前的背號 還有後面的名字跟 因為我買新裝 姓九跟那個E 還有胸前那個比較小的E 都沒有秀邊 就是燙上去的這樣而已 就感覺很像足球衣 像足球衣 足球衣都用燙的 足球衣不是直接硬嗎 都是用燙的 都是用燙的 還有熱轉硬 對嘛 也有熱轉硬的 所以覺得有一點點小小失望 總是覺得有秀邊看起來比較質感會好一點吧 我是這樣覺得啦 就是你覺得 但是他很妙 他前面那個叫什麼 Fighters那個英文字 他那個就有秀邊 所以球隊的名字是有秀邊 胸前那個字 F-I-G-H-T-E-R-S 他那個字有秀邊的 還有左手背那個星的mark 有沒有 菱形那個有個F 右邊星星的 他那個有秀邊 他那個mark有秀邊 但背號就是燙的 對 背號跟字 人民都是燙的 對 都是燙的 就沒秀邊 所以拿到說 小小怪怪的小小失望 然後可能另外一個失望的點是 因為比如像我去年買Ethan大海那個 那個標籤都沒拉掉 沒有剪掉 Ethan大海9500日幣一件 今年這個9900日幣一件 多400塊 多400日幣 但是居然沒有給他秀邊 怎麼可以這樣 他可能知道台幣最近升值 要補那個會差 沒有啦 怎麼會這樣 算到這麼金就對 這果然是 那樣會變成只對台灣賣貴400塊 對 有一點點符合什麼 有時候網友在考試點什麼CP腿 是不是 都要算得很那個 會差都要算進去 所以從9500變9900 但是再算一下好像也不夠 算了好 乾脆背後被背後秀邊 省一點工錢 真的假的 每一件省一毛工錢之類的 有沒有 五角 亂開玩笑 亂開玩笑 反正看不見 但是還是不會到很不好 只是沒看到那些數字 或英文姓名這邊沒有秀邊 總覺得好像少了一天什麼 可能 可能他可能快換了 或者說 我覺得可能真的要趕這個開幕前 兩大對不對 搞不好只有這一版是用放的 真的嗎 如果我後面看到球迷版的 如果有改有秀邊的 我會更肚痰 你要幹嘛 就通通都不要再秀邊 可能賣更貴 好吧 這樣安慰一下自己 特別版 特別版 不秀邊 是還好 我覺得 但我覺得現在的技術也比較好了 因為基本上那些球衣 也沒什麼機會會拿去洗 說實在話 因為不是常常在穿的東西 所以應該好 因為如果要常常穿 常常洗 我就會覺得 只用碰上去的會比較容易被洗掉 對 因為像我們以前打棒球 還有剛退伍有打過壘球 他有的那個球衣比較便宜的 有沒有 沒有秀邊的那個 尤其壘球 那個會掉 那個帽子的那個 對啊 就洗掉了 整片就掉下來 對 就消失了 對面就消失了 對 你只剩那個印子在 對不對 那個膠的印子還在那邊 但是那個 那個英文縮寫 那個那個字就掉了 對啊 或是你的背號掉下來 這應該也蠻多朋友都會有相關的經驗 有沒有戲隊的球衣洗酒了 因為總是比較常穿 比較常流汗 總是要洗 對 對我就很怕那樣啊 當然還好這球衣不可能常穿 只是總覺得小小遺憾 好 抱怨完了 要來進入 進入這一集的正題 集中新聞 好 第1個新聞 我們來聊聊那個吧 這些陽性的選手 之前被檢測出來 陽性的選手都陸續歸隊了 比如說7號的時候 2月7號 幾天彙星不先回來了 對 對 從這個二軍開始 然後在之前有講過 所有這些陽性回來的 通常都要從二軍開始 都現在是在國通開始 對 7號這天還有一個 他沒有 他不是陽性 他是陽將 B羅 B羅 1月29號來日本之後 經過7天的隔離 還有一些調整吧 也是在2月7號這一天 但其實他調整 也只調了兩天而已 兩三天而已 他應該 我覺得球團應該有類似準備 像隆隆那種 隔離應該都有 對 在隔離的這7天裡面都有 至少可以讓他重訓吧 對不對 而且他河流他加入球隊 是直接從一軍的春訓的這邊 直接去一軍這邊 再來隔一天8號的時候 又有近藤見界石川亮高山優希 這三個選手 也一起回來 對 之前也被判定陽性的都回來了 再來9號的時候 上哲之之也回來了 其實蠻快的 好像一個禮拜 大概都是一個禮拜 而且可能症狀沒有很嚴重 基本上感冒的症狀 或者是無症狀的也很多 所以可能影響沒有像之前的那麼大 比如說腫導作業弄到 味覺怪怪的 味覺都怪怪的 還有什麼身體還要調整 什麼的 或者是誰呢 金川優瑪是不是還瘦了好幾公斤之類的 對 會幫無下會累 對 Omicron好像 各隊都比較沒有聽到這種例子 很順的就回來了 其實這樣講 雖然說Delta他們 基本上都是輕症或無症狀 可是那個後續的影響好像 比較有 比Omicron嚴重很多 比較有一些後遺症 Omicron就比較輕微 肌力強度 身體重在差很多 會掉下去 Omicron就比較沒有 那到上哲之之回來之後 等於大家終於到齊了 所有的選手教練們 對之前有感染的 通通都回來了 正式通通結束警報 因為後續也沒有再有什麼名字出來的 好下一個話題來 來聊一下受傷的好了好不好 來上個禮拜 第一個是7號 2月7號的時候 上川田大霧 新人 第9指名 但是背4號配號的選手 他是 新聞是寫 右膝蓋外傷性骨頭的挫傷 但是不是在春訓的時候受傷的 他是在去年年末年底的時候 就受傷了 那為了好好的治療 所以接下來要到二軍這邊報道 那接下來就是要好好治療 跟叫什麼 復健 大約4到6週後 希望可以實戰恢復 就是恢復實戰的狀況 日本媒體是寫的 雖然評價守備能力很高對不對 然後雖然是第9指名 但是一開始就讓他從一軍 在春訓把他放在一軍 甚至給他4號 因為右膝去年年底 就有痛的情況 但是春訓的時候 因為他就跟著練習 看起來有惡化 可能或許一開始 兩邊球團跟他自己都覺得 是可以試試看 但是試了幾天之後 結果沒想到 動況比想像中嚴重 對對對 那所以決定乾脆 好好去二軍修養跟復健 那有可能開幕一軍 有一點點危機 我覺得是四到六週 有一點難 一個月或一個半月這樣 對而且是7號 一個月3月7號 然後再把狀態拉回來 拉起來到備彈期 這也很難講 我覺得還有希望 不至於到很絕望 比較難一點 但不至於 就是可能一軍先發有點難 但你要進那個名單 有機會 其實那也手 目前這一次春訓到現在 看到蠻多那也手都狀況不差 然後再陸陸續續來聊 另外還有一個選手是 今天錄音的今天13號 這個也是傍晚的時候新聞出來的 三撲冷大 蛤死左大腿 半模樣肌肉的拉傷 好像說圖就像在那個 黑迪哥說那個圖好像查 是說查這個日文去圖 好像是大概在大腿內側對不對 對 如果你用膝蓋去想 大腿這邊的肌肉偏膝蓋 但是內側 膝蓋就想在罵人 膝蓋就想 其實根本不用想人 話中有話 拐彎罵人 大概就是大腿靠膝蓋 然後內側 等於你膝蓋再往上一點點 內側這邊 大概你摸自己那邊 那邊感覺有一個比較 範圍沒那麼寬的肌肉 大概就是那邊 而且通常內側的肌肉拉傷會 好像比較沒那麼容易好 對 因為他上面寫 要回到可以投比賽 好像大概要三週 三個禮拜 對 那 一樣 日本媒體也是寫 開幕的這個這個 名單 就要列在開幕名單 也是黃信號就對了 黃燈 亮黃燈 亮黃燈 因為 目前散布人大其實 Big Boss的評價蠻高的嘛 對不對 之前的節目也有介紹過 尤其職球 那當然 日門寫說 順便開幕單 任守護神的機率 有危機啦 黃燈啊什麼什麼的 只是 我覺得 因為我每次也摸不清楚 Big Boss到底在想什麼 老師 比如說更精準一點 對於三福人大 他想怎麼用 目前看不出來 你也沒有聽他講 他心裡到底怎麼想 他只有稱讚他的球而已 然後說就是 看到他這樣的職球 任何一個位置都想要用他 先發他也想要用 守護神或中計他也想要用 所以他也還沒有一個 心裡的定案說 到底他要擺在哪個位置 他都想擺 但是你也不可能都讓他用 然後這麼熊的 又要先發 又要中計 又要守護神 你只能選一個位置讓他去 所以他也沒有講明說 他心裡怎麼想的 總之現在至少 我覺得他跟上周年大陸的情況很類似 就是你要好 如果都很順利 可能就差不多在快要開幕 今年3月25就開幕站了 大概就在附近 好像可以回來 但是如果中間有拖到的話 可能就來不及了 大概是這種情況 所以後面要再觀察 這也很難講 好 聊完受傷的 要聊一些比較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話題 上個禮拜好多人來 好多嘉賓 對 好人喔 而且還有人剛解隔離回來 馬上就 馬上就要去當海綿寶寶 吸收新知識 對 先從刺心線管開始 刺心線管 刺心線管 以前大家都叫他什麼 刺色彗星 紅色彗星 紅色彗星 翻成中文應該叫紅色彗星 因為記得以前 那個版本身的外野標語都有一個 刺色彗星 然後中間 因為他那個很長的 長方形的標語 正中間他就畫一個紅色的星星 另外一邊四個字就是刺心線管 總之大家你看到刺心就是 那個紅色彗星要來 而且紅色彗星就是那個 鋼彈的梗 鋼彈的梗 三倍速 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對 他在上個禮拜 真的來了 真的來當臨時教練 然後 Big Boss那天還穿了一個紅色的convass 對 鞋子 上面一個星星 然後帽子好像也是戴紅色的對不對 對 然後騎著那個紅色的滑板車 從飯店直接騎過馬路 然後從球場正門騎進來 然後我刺心線管就在正門等著他 因為刺心線管是晚輩 晚輩在門口等著Big Boss來 整個那天很多身上的Gacy 都要用紅色的來迎接刺心來這樣 當然一開始 讓刺心去教這些野獸們跑壘 是有一開始是這樣沒有錯 但是重點 Big Boss自己被訪問的時候重點 他說他叫刺心來或說請刺心來 重點不是只有請他要教這些跑壘 倒壘的技術 不是 他說他重點不是這個 他的重點是想要請刺心線管教投手 甚至教頭補搭檔 你們在投球或是在搭配的時候 要注意哪一些事項 才能讓對方壘上的跑者 或是一壘的跑者不好跑 這個逆向思考 或者是我記得他有講以刺心 他想要請刺心去跟大家介紹說 以他一個我跑壘這麼會跑 倒壘這麼會到的選手 我會怎麼看這個 對我的眼中而言 對投手或捕手 你們在這些要防範我倒壘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你們有哪一些那個叫什麼 苦勢就是壞習慣小動作 固定的小動作 我從什麼樣的角度去看穿你們 有這些小動作 有的時候或沒有的時候 我就可以跑 機率 成功的機率就大 這些小細節 他想請刺心線管 分享給這些投手跟不手 不管左投手右投手都一樣 然後這個 我覺得搞不好比跑類到壘技術更實用 更實用 對啊 但我沒有實際那麼深入接觸過 到底以前譬如任何一個球隊 一般在春訓甚至每一場比賽前開會 他們去針對這個 我們剛提的這個部分 到底下多少功夫 這我們不知道 但是至少很少看到 比如說教練會去講 或是甚至一次刺心來當領事教練的時候 特別去連媒體都寫出來說 哇他居然還教 除了教跑類教倒壘 還教這些投手們 怎麼注意這些小細節 你要注意什麼 才會讓累上跑得不好倒壘 甚至無所也是一樣 不是你做了什麼東西 可能反而會露出破蛋給人家跑 對 那日本媒體有稍微整理了一點點 他比如說有一點就是 其實不管左投手右投手 你牽制能力好是必須的 但是你牽制能力好 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你牽制轉身的這個timing 不要那麼固定 就有時候快 又可以變化 對有時候一秒的時候 可能兩秒就轉 或是一秒就轉 或是什麼時候轉 你讓累上的跑者不好去抓 你什麼時候會轉身 如果你都很固定很固定很固定 累上跑者看久了知道 我的心裡就想一二三跑你 反正你這個時候 你絕對不會再回頭了 你一定投球了 好我就跑了 對 他說中間這個timing的變化很重要 那這些東西都是得再花一些功夫 就是頭部之間都要花一些功夫 還有一些經驗去累積出來 然後還有 他說那個就是怎麼講 因為你投球的動作跟投球的節奏會變化 跑者會更難去轉 還有對包括投球也是對 牽制的timing 投球的timing 就都不要那麼固定 要會變化 跑者自然就不好抓 然後捕手也是 比如說你蹲在那邊有什麼習慣的小動作 比如說往外腳蹲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有在防我 或是習慣 比如說往內腳蹲的時候 你可能就比較沒有在防我 這都是每個case不一樣 但是有些這種小細節可以去觀察對方的補 所以等於刺心是逆向告訴日本火隊的這些捕手 累上一壘有拋嘴的時候 你這些小動作你可能要注意 你怎麼樣比較不會被看穿 可能 欣水啊 余卓劍他們應該會一直看 原來我那麼多迫在的感覺 嗯 甚至還有提 他說 有時候比如說自己在一壘上 刺心在一壘上的時候 有時候剛好會跟對方投手的那個 拭目相交延伸 突然對到的時候 或是你看對方投手的表情 有哪一些表情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去判斷 他到底那個時候對你care不care 就是你在壘上他到底有沒有那麼care 或是他沒有名獎 就是可以從對方的眼神 對方的表情也可以去判斷 大概是這個感覺 然後另外武田勝投手 因為大家上課 大家一起在那邊上課 他自己也覺得收穫蠻多的 因為他以一個教練的身份 因為這些東西 我覺得他們這些客座教練 臨時教練來教 我覺得教完的當下一定大家都有收穫 對 但是你要記得住 或是一直持續讓你去 讓自己去記住 這才是最重要的 你不能說來教 可能前面一個禮拜我都記得住 做得到 可是久了之後汪光光了 他一個是那個吧 就是記住彈道會能夠用出來 這也是一個點 對 不然效果就沒有 效果就只有他來的那幾天 剛來的那幾天而已 對這樣不行 這等於是沒有學到的意思 另外刺欣自己也有講 就是那天整個教學結束之後 他說我有 真的有累疲れました 然後腰也有點痛 因為一直示範 對一直示範 一直講 他幾乎都沒有停 他早上像剛剛見面 一開始當然是跟野手上課 後來去跟頭部手上課 下午那個誰又被抓去 不止喔 好幾個 五十番 我記得還有西川林平 還有 那天還有從二軍拉上來 我記得 宮田會心 宮田會心 就幾個速度比較快 對 那天也有特別對 從國頭把他們拉上來 銘戶這邊 讓他們一起聽 四星線廣的課 所以我看他一路大概 從早上 就一直講一直講 一直講到下午 他說 發現時間的時候 已經這麼晚了 一直說 謝謝大家今天來上課 他發現已經下午了 天都快要黑了 那種感覺 然後甚至比如他在這個什麼 跟頭手上課的時候 他說 他覺得很多很多選手 都很會主動的來提問題 要問他 很多什麼樣各式各樣的問題都有 甚至連那種老經驗的頭手 金子倩訊也提問 也金子倩訊也想問 也問他了 他覺得這也是他 覺得有點驚訝的地方 原來大家都那麼 心裡有那麼多東西想問 金子倩訊 本來學信心就比較強 我覺得跟一開始那個誰 第一個 那個什麼狀 武警狀 來也有關係 對 因為反應熱烈 大家都問 你後面再接著來的臨時教練 我覺得大家的氛圍就被傳染了 大家覺得會看中這個東西 好像不是說只是來 然後聽聽然後就算了 他講了這麼多 我打球也打了蠻多年了 每個人都是 不是說老經驗的才算 每個人打球都從小打到大了 你聽到這些 甚至有好多東西都是 過去自己沒聽過的 原來Top的選手 他們是這樣在想的 或他們這樣在做的 那我一定有好多想要問 那我怎麼樣怎麼樣 會什麼什麼 對於這些臨時教練來講 我覺得 每一個講師 不僅是棒球籃球 或是任何一個行業 或是任何一個領域 你當講師的 應該都會很樂見 下面聽課的人 會一直想要問你問題 對啊 不然會一來很尷尬 接下來是提問時間 進巧巧 這樣也很尷尬 對啊 越多人有反應 有反饋 當講師的心裡 應該也會高興 我覺得又有點這種 對又有這種感覺 表示大家聽的也很 怎麼講 投入其中 對啊 這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只有單項的 比如說講師講 其實沒有什麼有趣的 對啊 對啊 那比如說 日本媒體這邊有提到 比如說五十番亮太 他後來也有接受訪問 比如說 赤星線管理事教練有教的 比如說 起跑的這時候 滑壘的這時候 甚至還有一些 要保持什麼樣的心情 這些東西都 他都請教了赤星線管 赤星線管也教了他很多東西 他希望精靈的球技 都可以把這些吸收到的經驗 吸收到的知識 能夠活用 然後赤星線管自己有講 他說其實這一次來 當臨時教練前 他就把五十番亮太 去年球技的全部的倒壘 通通影片 通通check過一遍了 他全部看過 去年五十番所有倒壘 不管成功的或失敗的 他都看了 然後他把一些問題點找出來 這一天來特別跟他講 他說其中有幾個倒壘 至今線管認為他滑壘的那個timing 有點比較慢了 有點比較慢了 所以他跟他 這一次來有跟他做了一些建議 這也是厲害的 他不是人來 他真的去看了五十番 這表示這 應該Beat Boss 行前就已經跟他提點過了 應該已經討論過他 他可能要看什麼要做什麼 我是發現要特別請你 特別請你 要特別知道一下 這個麻煩你 甚至我說不定 這我當然都自己猜的 那影片說不定都是 日本火腿球團準備好的 搞不好 對你總不會要吃星星我自己去找 他也不要去哪找 球團都準備好了 我覺得應該是球團給的 因為平常應該 沒那麼容易找 你要找他全部去年發動過的說 你還要不只找一軍 你還要找二軍 二軍 他覺得你有沒有找二軍過 我也忘了 有 對 他說所有的都check過了 要來當老師嗎 不簡單 尤其這種特別的學生 你要先做特別功課 搞不好 我覺得其實並不 搞不好 後來發現 他們沒有馬上答應的理由 可能沒有我們想那麼複雜 只是要 事前的準備要做比較多 所以沒那麼快 先看一下 對沒那麼快 好我會去 哪一天去 沒有先不要講 好再來下一個話題 今年第一場對外的比賽 在8號開打了 去一夜座跟半生 這一天主要是先發陣容 一開始VBOSS通通不要跟大家講 所有的人通通都是那天一夜座的廣播小姐 在唱名今天兩隊的先發打序 守哪裡的時候 大家才知道 所以選手 那影片也有流出來對不對 都很high 大家都 喔喔喔喔喔喔 他們的喔有兩個層面 兩個層面 一個是第幾棒的喔 就是出來了 然後 然後還有一個是 沒有應該是先那個 就是 再來就是他的位置 手背位置 對因為蠻多手背位置 都跟他平常習慣的不一樣 比如說 野村右溪這天先發卓愛野 萬波中正 先發三雷手 50萬 50萬量才第四棒 還真的第四棒 先發遊擊手 遊擊 西川林平先發眾外野第五棒 王波龍第六棒 然後先發一雷手 對對對 還真的都像BOSS之前 被訪問的時候講的 他說最強的搭者 他就是要擺在第六 王波龍擺在第六 因為目前看起來 王波龍我真的覺得 長達能力 或什麼整體來講 在這一批圈裡面 算排前面的 當然現在野村右溪也不輸 野村右溪那天後來 等一下會報告 靠那次下十人的拳內大 目前陽將不要算 不是可是隆隆要算 陽將這樣講的很奇怪 還沒來的不要算 還沒來的 現有陣容 現有陣容內 王波龍其實真的不會算差的 所以擺第六棒 我覺得也有顯像 VIPOSE之前講的 像他講的 他真的照得多 昌彈能力對最有的 就比如最信任的 擺在第六棒 第四棒就是要擺最快的 我覺得照他之前的那個 講過的話在做 只是手拿裡 這是這一天大家最驚訝的 放了很多 不是原本手背位置的這樣上去 可能比棒次還驚訝 等於誰先發還驚訝 沒錯 沒錯沒錯 然後這場比賽我看還可以聊什麼 VIPOSE 他幾乎沒有待在休息室 他比賽開始之後沒多久 他就跑去大概一壘的觀眾洗 稍微偏右外野一點點 他後面有夾蓋了一個類似鐵皮屋的房間 他就跑去那個房間坐在窗戶邊 在那邊看 看比賽 對 他從那邊看 因為攝影機都有跟著 對攝影機都有 VIPOSE CAMELA都有跟著 然後他中間有下來 第四局的時候他有跑下來 跑下來休息區一下 後來第五局上半開始的時候 他又回到那個鐵皮屋 又回去那邊看球 對不對 很妙 就是 但我沒有去翻棒球規則 棒球規則有沒有規定 就是比賽期間 總教練或教練一定都要在休息室裡面 我覺得公司展 官方正式比賽應該是一樣 可能有齁 不能亂跑 對 有熟悉棒球規則的朋友們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懶得差 對啊 因為以前他也沒有這樣過 我只是要被趕出去的很多 被趕出去就不能搭在休息室了 但是有沒有人主動 我就沒有要待在休息室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教你 我要去哪裡 我想坐在哪裡 對 反正你不要管我 我就是不要在休息室裡面 但是我還是監督 可能不行 我不知道 公主規則的禮拜怎麼規定 然後 因為這一天後來 日本國隊獲勝了 對 頭第九局的西村天獄 等於勝利的球 因為回去就會擊掌 在休息區前面擊掌 他就把勝利的球 其實也算有紀念意義 因為畢竟是第一場比賽 對 雖然不是正式的 只是兩個球隊之間約的練習賽 但是勝利球 西村天獄還是把他給了新莊監督 Beat Boss 結果Beat Boss拿了球之後 大概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句 其實我沒有那麼堅持這個東西 他就丟給了記者 他就送給記者 我也想到那個記者 他就 突然就一群記者 他就這樣丟給那個 送給他了 大概 整個那個 跟記者採訪大概 10分鐘 被採訪10分鐘之後 其實蠻認真講的 還蠻長的 有啦 他這個媒體一定 一堆提問想要問對不對 尤其又第一場比賽 然後你又一直不在休息室 都在那個小土壁屋那邊 但後面也有回去 後面他就拉了一個 那種小椅子坐在 那個 休息室前面附近 反正他就沒有待在休息室裡面了 幾乎沒有在休息室裡面 他就是這邊看看 那邊坐坐 這邊坐這樣 其實都在看 他都是一直在看場中的東西 但是他換個角度看 有 換一種方式看 對 然後 10分鐘的採訪 大概完畢了 我之後新莊就離開球場了 但是這個記者手上拿這個球 他還是滿滿的疑惑 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這球在我家 這個球在這邊 我真的要收起來 我拿走也很奇怪 對我拿走也很奇怪 可是要送回去嗎 可是他又說他沒堅持這個東西 他不要了 雖然只是個練習比賽 但是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再怎麼樣他也算是 也算是一個第一勝的紀念球 對第一場 對 結果結局大家知道怎麼了嗎 結局 後來發生了 結局是 球團關係的 等於球團人員 去跟記者把這個球收回去 還是難回收 B boss不要 球團要 對 B boss你不要沒差 球團要收著 球團 這是你第一場 或許新球場會搞一個 類似博物館的 空間之類的 對 這就可以放在裡面 紀念的東西被你丟這樣丟掉了 對 就把你這樣送走了 送給別人 結果球團人員就 去跟這個記者把他收回去了 結果是球團收回去了 另外還有這場比賽 佐藤龍是開轟 全雷打 他是在第幾局出來代打 我忘了第幾局 忘記了 反正比賽中段吧 球數大概一好三壞的時候 對方投了一個球 然後他全力揮棒 揮棒裸空 變兩好三壞 兩好三壞之後 他就想起B boss 一直在提醒今年 今年一直在提醒野手們 尤其你上去打擊區的時候 請你在兩好球之後 要抱著一種想法 來打球 這個想法 你硬要翻中文就叫 胡椒打法 pepper pepper打法 pepper就是胡椒 胡椒英文怎麼唸 我英文最爛的 pepper 就是這個音去印翻成日文外來語 pepper pepper打法 那pepper 有一些球員朋友有在打球的 可能就知道pepper是什麼 但也有人說這個叫做 Tos Padding 我稍微形容一下 就是兩個人一組 兩個人一組 一個當投手 一個當野手 距離沒有很長 距離可能你大概抓個10公尺 還不到投手球到本地板的距離 不用那麼遠 比那個再大概你說 可能抓個一半或一半多一點點 那種感覺大概10公尺 然後投球的這個人 你也不用投很快很大力 你就是輕輕的往打者那邊的好球 再投進去 輕輕的投就好了 打的也一樣 打你也不要打很大力 你就是輕輕的大概 輕輕的揮棒 然後大概抓一個彈跳之後 剛好彈到投球的那個人 可以接到的角度 你也不要打外 你就推著他身體打回去 不要打太強 大概一個彈跳 就這樣一直持續這個動作 這個如果基本上 我覺得主要是在訓練打者 你的球棒的控制能力 怎麼正確的用棒子 因為你打到甜蜜點 每一顆球位出來的時候 總不可能都發的一模一樣 高低內腳外腳 總是有一點點 有時候高一點 有時候低一點 有時候外腳一點 但是你不管對方為什麼球出來 你都可以很正確的利用你球棒 或是你身體的一些動作 把他帶回去 那個正對的這個 為球給你的這個人的 有胸前 一個彈跳這樣 不用打很強 因為打很強有危險 對方也會受傷 但是你很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個位 又打回去接到 再位 接到很快 很順 很好看 對以前 然後方向也會很準 因為他不管頭高 頭頂你打的位置對 你都會打到回去的 對 中間的方向 對你打的這個人 又把他修正回原來 比較好的軌道那種感覺 就一直重複這個 BBOSS就是要這些野手們 你量好球的時候 請你抱著你在打PAPA的心態去打球 他意思就是你對著投手打回去的意思 因為PAPA的定義就是打的人 要打回去給投球的這個人 所以你的image請你保持著 我要把球打回去給投手的這個image 結果佐藤龍是有記得BOSS提醒的 他就量好球了嗎 剛提到已經量好三壞了 對方又投了一個136公里的球 來了之後 他心裡面就抱著 對打PAPA的image去打這個球 結果球飛出去球場外 變全雷打 他自己心裡面講 用PAPA這種方法 居然打了一個全雷打 他做的都是自己的想 怎麼會這樣 原來這個建議的 最重要的點是這樣 就是量好球的時候 你心裡不要再想著要靠大隻 對 你心裡想的只是要 我要把這個球好好的打回去 當然不是輕輕打 對 那個image不是只輕輕打 那個image是 我要好好的打到 擊中那個球 擊中那個球 然後用你球棒最對的位置 對 用球棒最對的位置 用你身上有的這些球棒控制能力 去好好的對應這個投手投來的球 然後把它好好的確實打中 結果沒想到就全力打了 就真的飛出去了 對 佐藤龍是自己心裡也很驚訝這樣 所以 意義就像剛剛講的 你不是要真的要你還要 都量好球的時候還要描長打 心裡想的就有長打 真的不是這樣 就算原來我心裡不是這樣想 結果還是會有長打出來 得到這種收穫 對BOSS的建議 當然這種結果一出來 我覺得對選手來講 對監督說的話 信賴感會更高 更新 一公想我會更新的 真的有用 真的有用 這樣 這是很妙的東西 真的很妙 或許你換個角度講 好像也沒那麼簡單 沒那麼難 好像也不難 很簡單 可是你看過去這麼多選手 就是大家都會做不到 對 做不到的一定很多很多 光那個心態不一樣的 嗆死就一堆了吧 對啊 你只是換了一個心態 換了一個擊球的感覺 或你一個印象 結果居然會差這麼多 甚至是好的 那同樣Pepa打法 在12號的時候 新公信太郎這一天被拉上來 打這個叫什麼 紅白戰 變態形式的紅白戰 就是規則隨BOSS定的 他都喜歡定一出局滿壘之類的這種 他在這個紅白戰 也打了一隻安打 有兩分打點 然後 不是BOSS 新公信太郎自己被訪問的時候 他也講 打安打的那個打席 他也是在兩號球之後 他也實行了 BOSS跟他講的這個 胡椒打法 Pepper打法 也打了一個安打 這就厲害了 只要球員記得住 我覺得這些東西慢慢就會 開始有不一樣的效果產生了 對 甚至 因為他這也只是部分被訪問到的人 說不定還有其他選手也是這樣 對 對不對 真的這樣用可以 真的這樣子 兩號球以後我們就 用這個方式來 你就這樣試 然後有效果了 有成果出來了 就繼續 繼續用 好 那下一個話題再來 前面聊完了第一 怎麼講 第二個臨時教練 第一個無警狀 第二個是新鮮狂 那10號的這一天 2月10號這一天 又有一個特別來賓來訪 他是藤川球爾火球 等一下 他不是說他是會來看 但他不是當臨時教練 對 日本媒體也沒有任何一家寫 藤川球爾是臨時教練 但我看那個感覺 比教練還像教練 沒有沒有他沒有換衣服 對啦 對你像刺青那天來的 他也是穿著整套的運動套裝來的 運動鞋來的 藤川球爾那天沒有 因為他還是用一個來採訪的身份來的 對他是有穿個西裝式的外套 對有西裝 然後裡面比較像T恤 外面是西裝外套 然後 兔子 我們先講完 先講完 我在中間吐槽 好 這一天 但是他不是來名戶這邊 他是去國頭 國頭裝那邊 因為那一天 Beat Boss本來就 預定他要去國頭那邊 所以藤川球爾就直接去那裡 去找Beat Boss 然後那天剛好 媒體們有拍到的 比較主要提到的兩個投手 吉田徽星跟姬野優野 都有接受到 都是直球 很有看頭的投手 然後他們都有被 藤川球爾直接來指導 當然Beat Boss一開始有跟藤川球爾提 他說 就算交一點點也沒關係 交給投手這些一點點也沒關係 求而君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大腦裡面的東西 交給我們這些年輕的投手 一點點也沒關係 然後藤川球爾聽了就說 OK好我知道了 因為我以前在版神的時候 Beat Boss也交了我很多 所以你現在有需要 我回報的感覺 對我回報 我能交的 我一定都會交給這些年輕的投手 比如說吉田徽星被指導了之後 他怎麼講 後來被訪問 比如媒體就會問 他教了你什麼 藤川球爾教了你什麼 尤其那時候 藤川球爾幾乎都在後面看 對 然後Beat Boss後來看一看 他就把這外套脫下來 因為他也會做一點動作 對他後來西裝外套就脫下來了 所以他賺T恤了 對 而且光教他在看吉田徽星 可能就看了快一小時 光看吉田徽星就光看了快一小時 那吉田徽星被問的時候 就一定有講一些 就是球爾到底教了他什麼 他當然主要一定就教這個直球 直球的這個怎麼投什麼的 那當然吉田徽星說 因為講的東西其實也不少 但自己的頭腦需要一些理解的時間 需要好好再整理一下 那你講穿的就是一些 怎麼投直球的最終奧義的那種感覺 譬如說 吉田徽星自己講的 球要出手的那一瞬間 你這個手指頭 尤其食指跟中指 怎麼用使出這個百分之百的力道 把這個球 比如扣封線也好 就是把這個球壓下去 所以他的球的短度會衝的可以起來 或是說那個尾性會那麼強 甚至對打者來講就是 你看這個直球 突然就很快就來了那種感覺 要往上竄 對 另外就是吉田徽星自己講 因為他自己也是 算是直球這邊 就是算是有一點點像自己的代名詞的那種感覺 大家就聽 吉田徽星這直球也不差的 所以也希望接收到這些知識訊息之後 自己以後的直球也可以像 藤鑽球兒的直球那種感覺 大家提到奇田徽星就是 直球超強什麼什麼的 另外就是他有感受到 關於直球這個東西 自己過去以來這段時間 對直球的想法還是太淺了 把直球想的太簡單 把投直球這件事情想的太簡單了 藤鑽球兒教他很多東西之後 他希望就像前面講的好好把他整理 雖然要花一點時間 好好理解整理之後 可以讓他成為一個 可以在一軍活躍的一個很重要的武器 我真的 我覺得這比臨時教練還棒 這個 等一下我會講我的感覺 再來日本媒體有稍微 這可能是去訪問藤鑽球兒之後他自己講的 日本媒體整理的三個重點 藤鑽球兒自己 算我覺得應該是他講的 第一個就是 你投手在做投球動作的時候 揮背的這個動作 揮背的動作在你手舉起來 要經過你耳朵旁邊 要出手前的這一段 你的意識是要有一個 就是由上往下投的意思 一個直線 對 縱向 你手的那個角度有點要 意識是 因為是要直的 不要側的那種感覺 他覺得要直的 另外就是右側手然後左腳抬起來 右腳是左心腳 右腳的左心腳的裡面 大腿內側的肌肉 要怎麼去使出力道來做這個體重移動 體重移動 體重移動不是說 我就把中心往左手邊這樣請出去就好 不是 是要從 左心腳右腳這邊大腿內側的肌肉來帶動 然後怎麼去使出力道來做這個體重移動 對 因為甚至有一些評論或是 有一些比較大家可能常見 比如說他們講的沒辦法講那麼細的話 但現在其實youtube很多講的很細的很厲害的人 可是有些沒辦法講那麼細的人 他們是沒辦法這樣講的 你的左心腳的內側的肌肉 這個要甚至你要有這樣的教練 當然不見得是藤鑽球 就是他親自在旁邊跟這個投手指導 然後你馬上去實作 可能會比較有感覺 因為光看文字也沒那麼容易理解 你雖然知道大概講的是哪裡 可是你到底要怎麼用 要怎麼去用這個肌肉來做到體重移動 對 因為以前也有人教過 你把你的image想像成 你要抬起來的左心腳 左腳抬起來的左心腳一隻腳支撐著 你把它想成你的屁股 大概前面一點點有一個椅子 你那個image好像說你現在移動你的屁股 去坐到那個椅子上的感覺 對 以後有人這樣講 就是各家教法都有 但是球兒講的就比較更精準一點點 右腳大腿內轉肌肉怎麼用力 來做體重移動 而且影片上是看到他好像的確有一個動作 好像是在講這個東西的感覺 這一定都是他的經驗 做那個動作起來 然後在那邊轉一半再回來 再轉一次 還有一個第三點 第三點剛剛前面也有講的 就是這個食指跟中指 到底要怎麼握 握在哪裡 或是最後要出手前怎麼扣下去 才會讓你的 就是怎麼扣下去 其實就是直直的扣 你一定要扣 球兒自己的想法是你要扣直的 不要扣到就是有角度 就是你要有一個由上往下 就是這個感覺就對了 然後你的球的回轉速就會上升 所以直球看起來就會有危機 就好像那個三鋪人大那樣的球 最後還會上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那騰訓的也只要能融會貫通這三點 每一個鬥手都有辦法生存20年 你還可以再投20年 只要融會貫通 只要你學會了 對這三個 這三個重點 只要你學會了 你就還可以再投20年 前面聊完了幾點微信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雞野優野 這個看到雞野優野被他教 那個時候我看到影片 我就爽 好這被他嚇起來 夭壽 夭壽 那個直球 他这个怎么 光靠天分 光靠天生的能力在投 就已经投154了 天生生力156 156了 你要他如果佩拉真的学会 藤专球尔这些 那还得了 要求 球不只上升 而且可能还更有威力 但因为你记得优也的投球动作 其实大家看了只有心知肚明 跟藤专球尔刚刚前面提的 这三个什么说的 差很远 他动作一定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去调整 所以如果你要再当一个 稳定一点的投手 或是控球再好一点的投手 一定还有很多地方要去修正 你不用一直讲说 改了就完了 改了就完了 没有 可是你要生存 你就是要改 这动作其实很明显看得出来 到底改也没那么容易改 那个是连动心跟身体的用力 都还没有到像一个投手的感觉 就是会投球 球很快 基本这些投球的东西当然有 但是你要更细致一点点的话还没 我觉得中文来讲可能会说会丢球到好球袋里面 但他丢得进好球袋里面 但他有受控球还不好 但那个怎么讲 跟那种吉田会这种偷球 还是有点差距 哎呦就是你要讲什么 原石还没有磨 还在磨啊 还没有磨成钻石那种感觉 但你要磨成钻石要花很多功夫 要花很多时间 而且一招微调微调 微微的磨一些小地方 对对对 那就是前面球儿讲的嘛 他讲的这三个如果你有办法学会 你就是还有办法再生存20年 你也可以带单20年 对对对 他那时候看 哇 鸡也要是学会了 接下来就有 有趣啊 很猛 那新庄刚自监督B-BOSS 后来又被访问了 他就说 他看到吉田会心 就是那时候 因为他后来自己有跑去看嘛 球儿还在教的时候 他自己也跑去看了 他自己也觉得 哎呦 今天就这么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样教一教 他自己这样看 他就觉得跟几天前 看吉田会心 在牛婆练头的时候 那个球看起来也不一样了 他觉得不一样了 然后动作也不太一样了 因为球儿有跟吉田会心提点那个 你出手的image 就是要由上往下的那种感觉 那吉田会心是实际去操作的 V-BOSS看也觉得 动作也不一样了 球投出来的那个感觉也不一样了 对 但是他说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刚提的 你要怎么样 一直去记得这个东西 因为再怎么样 这个动作一定跟你 之前原来习惯做的那个动作不一样了 嗯 那你这一天 当然球儿跟你讲的 你马上做 效果又出来 但是你要去怎么提防 你动作 咚咚咚又回去了 你可能明天后天记得 但你下个礼拜可不可以 下一个月可不可以 对 不知不觉又回去原来的那个动作了 或是那些球儿提点过你的重点 你忘记了 那作为一个就是职棒选手 这些东西就是 你能不能成为更好的职棒选手的那个点了 好的职棒选手就是从此记住了 甚至变成你自己的习惯了 那你就变成真的像球儿讲的 你就可以在头20年 但是有的选手就是就忘了嘛 那反复练习这个东西就是 但是接下来 Boss觉得这一天 选手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东西了 我能做的 我已经把好教练请来了 虽然他可能不见得叫教练 对 你这些建议他也给了你了 你当天也吸收了 但是你有没有真的真的吸收 存在你的头上里 存在真正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那接下来就靠你自己要去反复练习了 对啊 我自己的感觉 我刚刚要讲什么 腾穿球儿来 他到底比如日本媒体都讲的叫什么 新装店的8人 对不对 就是要负荷NHK的剧一样 到底这8个人 到底哪8个人 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腾穿球儿到底算不算 这8个的其中一个 也没人知道 但是我觉得腾穿球儿 我觉得某种程度已经要算了 因为他待在那边的时间也很久 对不对 你看光交一个几天微信 就一个人就快一小时了 对 他这几乎也是早上蛮早就到了 一直弄到下午才走啊 只是他没有像赤新线管 换整套的运动套装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是蛮重要的点 因为腾穿球儿现在是 版神的那什么SA嘛 特别顾问之类的 我觉得可能多了这一个身份在 你就只能大概 就是在走在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 对 我是去看老朋友 我是去做取材 因为他还有兼一些媒体的求贫的工作 他大概是用这个名义 我来去看看日本活动的春讯 刚好B-Boss这一天在国头春 我就去国头春看他 然后我顺便教了那里的选手 或者说因为我对几天微信有兴趣 想拿他当题材 所以我也顺便跟他交流了一下 也有可能 对对对对 我就特别看了他久一点 这样子 甚至有稍微提点一下东西 他就用这个比较灰色的地带 然后两边又稍微有互惠 对我也去做了采访了 像好小前面讲的 我也针对极定微信 真的去采访了 对做了很多观察 或许有一天他会报导 你们会提到这些东西有可能 然后作为他一些 一些文章上的题材有可能 我也跟B-Boss有交代了 我也教了你的选手了 我把我这些这么多年 这个职棒的经历经验 自己体会出来的职求的奥义 我把栽展20年的武器 对都交给你们了 对对对 在这个稍微灰色的地带 我也不要那么明说 对我今天就是去当领事教练 对大家来探访 我今天就是这总是怪啊 总是怪啊 因为我是版神的SA啊 对啊 就是大概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那你说算不算 我觉得MOS可以算了啦 只大姐不要那么明说 他就是八个月期 不能讲白的 不要讲到那么白 对对对 但是好交了就过了 好这样OK的 大家好了 该收获的有收获 对大家也都知道 哇 这个球儿真的去当 去交了这个 日本活跌的投手 对 就是也真的去看了B-BOSS 大家就讲到这个程度就好了 嗯 好下一个话题再来 还是跟版神有关 因为前面两场的这个对外比赛 都是跟版神 一个是去人家家 一个是版神来名户球场 2月11号的时候 版神来名户球场 最后3比3拼手 这一天这场比赛的话 这一天 嗯 两千 好像两千多人入场了 对 因为这一天 哦这天还不是假日哦 礼拜五 嗯 对啊 因为 我觉得版神本来就球迷多啦 对 我们那一年去 啊你那时候去干 很浪对 牛棚 对 啊我是在场边嘛 我在场边 啊那全 就是他们那个场 夜座那边 后面都是人 对 他们那人就是多 他们的球迷真的多 真的多 而且因为 很好玩 因为他不是有那个吗 球迷会戴球迷的帽子 蓝色还是什么 我忘记了 对 他那帽子有分 颜色有分那个 对 媒体相关是红 然后来宾是什么 然后一般观众是什么 来宾是蓝色 我记得 对 就是那些 看起来都阿伯穿西装来的 对 蓝色一大堆 然后一般观众 然后观众也一大堆 然后媒体一大堆 对 都很多 人都很多 这一天 比赛里面比较特别的 之前讲了这个 刚刚我们前面一开始的梗 日本式的这种 摇奖机 还真的出现了 他说到就是真的做到 他没有随便讲一讲的 前面那一场 去宾野座的比赛 其实大家就在期待 他之前讲 要用摇奖机来摇棒次 什么的 到底有没有 可是第一天没有 去宾野座的这场比赛 没有 最后没有用摇奖机用 他的跟媒体 面媒体有问B-Bose B-Bose那天是讲说 他坏掉了 我转半天一个都出不来 所以没有 我那天去宾野座的第一场 练习四合 我就没有用 但是后来的第二场 11号的这场比赛 我这个摇奖机 我又去弄了一台 而且他有拍影片 我也有分享在粉砖 太好笑了 对 然后我觉得工作人员好累 因为民窟有可能不太好买 他可能要去纳爸附近买 纳爸买 或是中城市买 就是那个Qoza 比较中间的 后来有新开一个像Outlet 购物中心 对 可能要这些地方才有可能买 可能要跑 还好啦 就算整个冲绳岛上这样跑 应该也还算跑得到 不是做不到的 那个距离还算走得到 开车开得到的 对 还是真的弄了一台 然后影片 大家应该有在粉砖看到 或者利用各个收看的方法 我真的看到谷内摇那个时候 我那股也笑了 笑得不一定会到 他居然摇真的是四 而且他还不是很后面摇 他大概第几个摇 我忘了 第三个还第四个 他算蛮前面摇的 他算中间摇 中间偏前面 对 好像第四个摇的 他就真的摇第四棒 然后更好笑的是 那个名字有点难念 我忘了他的名字 他本来是前几年都在球队做manager 可是他看起来今年是B-Boss的manager 专属manager 专属对 他还在摇零 中头奖的那个 我以后看选手也是大家都在笑 很有趣 超好玩的 好嗨 但B-Boss后来也有被问 你到底用这个摇奖机 让选手去摇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其实 第一个是 他其实对每个选手都信任度很够 所以其实谁打第几棒 他其实都可以 尤其他也没有说练习比赛 他就觉得他对每个人的信赖程度都一样 他觉得谁打第几棒都好 如果可以让选手们在赛前就多一点那些 热情的感觉 欢乐的感觉 他觉得这是最有趣的 另外还有一个意图就是 因为大家high了 希望就可以在比赛前把气势做起来 把木斗气氛做起来 让大家开赛前心情很亢奋 他觉得这是他最大的目的 让选手自己去摇奖 决定你自己打第几棒 另外还有就是比赛开始之后 因为后来前三棒都摇到快咖 台媒也有 台媒也有 蛮多多写的 对 因为那一天后来摇一摇 第一棒是谁 我买的 上野吧 对 第一棒上野响平 第二棒 我在第三棒供田灰心对不对 对 第二棒 第二棒好像也是一个佐达 对 也是速度快的 骗钢讲人 对 骗钢讲人 他居然就使出了暗号 B-BOSS使出暗号 请他们三个全部用 这个 强 是什么的 Safety半斗 Safety半斗 中文要怎么 哇 中文也变烂了 什么触籍 不是牺牲触籍 这叫什么触籍 这叫什么 就是要上磊就对了 对 我这个触籍突袭的 突袭短打 突袭短打 但他已经到那种 就是不是突袭了 他就是要拼一个短打 然后靠脚轲上磊 甚至你可以换个说法 就是我想要来考腾浪靖太郎 或者是捕手 你们处理这些触籍的球的能力 或是時間會不會花很多 如果你花比較多了 或是中間有些小祕石的時候 這三個打者可能就有人可以上壘 但最後有點慘 最後三個都失敗 對中間還有一個被三陣 兩個喔 我記得好像兩個三陣 不是片鋼被三陣嗎 我記得好像兩個人被三陣 一個點失敗 片鋼那個我印象比較深 是因為他要點的那一球 是整個往下掉了 對他完全點不到 他有一個是好像最後第三球 他沒有點被主審判好球 我印象是這樣 他有印象兩個被三陣這樣 對 上也有點 上也好像是失敗 上也點失敗 那兩個主打的 片鋼跟光碟微信都是被三陣掉 那BeePost自己有講了 他用意是什麼 他的用意就是他怎麼講 就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作為一個打者 其實不管你右打或左打 你要點騰浪的球 本來就沒那麼簡單 而且騰浪的球很快 如果加上他有一點點 就是他有時候三陣死 空球會稍微歪一點點的時候 你心理壓力是有的 就對打者來講 你要點他的球真的難 沒有那麼簡單 他覺得作為一個職棒選手 他想要讓沒有上場的選手 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先發 比如說你是四五五六七八九棒 或者是你那時候不是先發的野手 你們在休息劇的時候 看到了前三棒 就算是失敗 你們頭腦自己要去想 如果是我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讓他成功 我怎麼點這個騰浪的球可以成功 因為我看到 為什麼現在這樣點會失敗 對對對 要想一想 對對對 之類的 所以他的目的是這樣 所以作為一個職棒球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看著你的隊友可能做什麼戰術 或是怎麼樣沒打好 失敗了 執行戰術失敗了 但是你雖然不是當事人 可是你在旁邊看 你也要有能力去學習到 剛剛這個失敗可能點是哪裡 如果下一次我去做的時候 我應該要注意的是什麼 他覺得作為一個職棒選手 也要有這個能力 所以他下了這個暗號 當然日常媒體記者也有問BOSS 那如果是你是現役選手的時候 如果比如假設野村科也監督 你對到騰浪這樣子的偷手 野村科也監督 彼的暗號的這個 彼的這個觸及的暗號給你的時候 你會怎麼辦 他說我可能會無視 哈哈哈哈 我說因為騰浪的球真的太恐怖了 哈哈 那種球來 嚇死人 我不要 我裡面不聽野村爺爺的話 哈哈哈哈 所以意思是說 這三個其實也不一定要聽嗎 好像也可以這麼解釋 你這樣講 就是說他也在說 你們也 我打出來是打出來 你們要不要做 其實也不一定了 沒有 他應該想說 好 用感覺 開玩笑了 其實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不管了 我再不聽教練監督的話 我不要點 嚇死人 然後另外這一天 還有 不只把這個搖講機伸出來了 他後來還是 他也伸出來了另外一個 那個叫什麼 擴應器 對 那叫什麼喇叭 反正就是把自己的聲音變大聲的 像喇叭形狀的 這個 擴應器 他跑去home center買的 就有點像大賣場 那種感覺的一個商店 他去那邊買的 那這天甚至你還看到了 他其實不管 不只是在板凳前面 他突然要傳達什麼訊息的時候 他就直接把擴應器拿起來 對著場內喊 我記得他那天 他那天還走去外野 他有一段時間還跑去外野觀眾席坐在那邊 右外野那邊 後來 他喊誰 換日本火腿去守備的時候 他喊誰 那天中外野是誰 我忘記了 反正他就對了右外野手跟中外野手 直接用外野 他站在外野觀眾席 草地的 他就在後面那邊喊 他就直接下指示 你往右一點 往左一點 這樣要跟站位 直接用那個 所以我還在想 對呀到底那 這個這個這個 棒球規制裡面 到底有沒有規定這樣 到底有沒有規定 監督只能 教練 只能在休息室裡 只能在休息室 可不可以去 到處爬爬罩 對呀 如果可以 爬爬罩 他說不定到時候 真的會到處走 對 但應該是不行 我也覺得應該不行 對啊 這應該沒有那麼鬆 另外還有剛前媒體的野村又熙 這一天他在比賽打到中途的時候 被派去守二壘 甚至還守的遊擊 對 而且8號的那天他是守外野 所以不只的 你剛剛提到外野守過了 二壘守過 遊擊也守過 還有原來的三壘 位置守的越來越多 甚至比如說第6局的時候 有二壘滾力球處理成功 第9局的時候 板神那邊一出局2 3壘 然後打了一個遊擊滾力球 居然傳奔了 Out 哇 看起來 野村又熙好像也不錯 好像有個樣子 好像有個樣子 尤其他去年在三壘一整年失誤了16次 B-POSE這個用意到底是不是 讓他怎麼講 多去一些其他的守備位置 累積一點點經驗 或是你換個角度 是要讓他不要那麼一直專注在三壘 就是換換一些心情 或是結果發現去別人那邊守的比較好 或者是有一點點是 就是你如果一直都在三壘 一直都在 但不是說你在三壘守的不好 是你變成太著重於那一塊了 對 你其實只要不管你的心情 你的動作就是 就像你一樣 不管守外野 不管守二壘 不管守幼幾 就算你以後繼續守三壘 你的心情都是一樣的 你只要保持這個心情就好了 就你應該去聊再說 我守三壘 我不能失誤 我什麼要快一點什麼什麼的 好像反而 怎麼講 嗯 沒有那麼樂在其中 我覺得B-POSE另外一個 一直在強調我的感覺 就是你不管打者 不管偷走什麼人 你要做一個選手 你要進行一場比賽 你所有的心情都是請你樂在其中 嗯 好好好 我覺得他想要 也有點這種味道 想要讓這些選手 這樣子去體會 還有一個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比賽 對 我覺得三壘看到的底賽跟二壘游擊跟中外野看到 應該是完全不一樣 嗯 這樣喔 好 其他的 還有一個 這一天剛好是這個野村客野 也算他的恩師 第三年 知道嗎 他們日文叫三回忌 就是四世三週年的日子 那阿蘭就會被問了 他說哇 這個去世第三年了 我也變成了監督了 對不對 而且對到的球隊剛好是板神 然後最後還平手 3比3 就一切好像都是安排好的這樣 對 那雖然 對他說雖然我 他自己比較喜歡 最後的比數是3比4 哈哈哈 但是可以啦 3比3也不錯啦 3比3也可以接受 希望也讓恩師在天上看到了一場好比賽 那種感覺 好下一個話題 又有人來訪了 這一次來的是 也是他之前點名過的 之前他是用什麼點名 天才打者 他用IG點名對不對 IG點名對不對 這世代 這個人是IG點的 對 天才打者 潛田智德 他真的現身了 真的現身在名護 在2月11號的時候 那一天我後來看 我忘了是哪一個影片 VBOSS被訪問的時候 他自己講 他說是 他一開始其實不知道 潛田智德來了 是有工作人員跟他講 說潛田智德來了 坐在觀眾席 本來後面觀眾席那邊 因為潛田智德就是 用朝日電視台的身份去採訪 他就是採訪的嗎 對他真的是去採訪 因為那天晚上的新聞 真的就播出來了 就是他白天在採訪 日本活的一些片段這樣 那VBOSS知道說 潛田智德來了 請他下來了 還在坐在上面 幹什麼 就去把他拉下來 對 所以就臨時 就是日本人用一個 臨時打擊講座的感覺 就真的拉下來 潛田智德就真的 去廠下 然後那邊請下來 對 因為那時候 剛好也在進行打擊練習 所以就是 教了一些 尤其左達者 左達者的一些 提點建議 因為那時候 還有 我記得那時候 有日文媒體照到 銅框裡面 譬如說那時候 好像是石井一城在練習 在打網子 銅框裡面除了石井一城 還有新莊鋼製 加潛田智德 加盜葉篤記 三個人都在旁邊 看著石井一城打網子 壓力好大 日文也講說好爽 對啊 你在練習的時候 有三個這種 這種怎麼講 石井 對三個都是 看來 響噹噹的人物在看著你打擊 看著你打擊練習 不只武士版爽的 我看石井這次也很爽 對就是 後來因為那天 也是跟板神的練習比賽的賽前 11號賽前 石井一城這一天 就是被派五棒中堅守 中堅守當然是B-BOSS派的 五棒是他抽的 五棒是他自己轉出來了 結果這一天馬上兩安打 兩安打出現 B-BOSS看著高興的要命 我說你看千點治的效果果然厲害 等一下 這個我要講一下 我記得沒錯的話 石井一城的春訓都打蠻好的 然後球技開始之後就 以往的話就是真的 當了球技就變一層 然後春訓好幾層這樣 以前好像就長這樣了 但是石井一城自己講的 他說比如說 千點治的跟大家提點的一些東西 他自己想的就是一些 比如說 站在打擊區的站的姿勢 還有你怎麼去看對方投球 投手投出來的球 投手投出來的球 跟他以前在做的完全不一樣 然後他感謝千點治的提醒他 我記得還有另外一家媒體寫的 他寫的比較複雜 所以我不能說我理解的百分之百 那個感覺好像是石井一城 覺得說他以前面對球要來打的時候 他比較容易image是 我用球棒去打球的有一點點 偏下半步那種感覺 因為我希望把球帶高帶遠 打飛打遠 對 但是千點治的跟大家講的 你的image不應該是這樣 你的image他那日文叫做什麼 大空起立打法 切白蘿蔔打法 切蘿蔔打法 你去把切蘿蔔打法 這個日文 如果你把它複製丟到YouTube 你會看到一堆OB 我看到的是松永浩美 因為松永浩美現在都在教小朋友打球 他有錄了一個影片 他在介紹的也是切蘿蔔打法 但是他好久好久 好多好多年前他就體會出來 然後他親自示範切蘿蔔打法 怎麼會的 什麼什麼的這樣 切蘿蔔打法 總之你比較簡單的形容 就是你的image 你還是要有一個 由上往下打的感覺 對 雖然你打的位置一樣是球的 有點類似屁股這邊 偏下面一點點這邊 點大概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你粗棒的軌跡不同 你打出來的球還是會不一樣 你的打出來的球會比 可能屍井一城之前用的這個方法 打出去的球會更有威力 更強勁 而且比較不會miss 就算miss了 你可能也會打出一個比較 強勁的滾地球 也有可能還是安打 就比較容易打飛 打飛掉 軟弱無力飛球 充電砲這種東西 比較不會出現 我看到另外一個媒體 但是我的理解大概是這樣 但是我也怕我理解錯 可是那個樣子 因為我後來去把這個 打黑空 起立打法複製 丟到YouTuber 跑出松永浩美的影片 大概看了之後 我的感覺就是指這個意思 你那個惠棒的image 就還是要有一個由上往下 因為切蘿蔔 就是由上往下切掉 那種感覺 好像拿斧頭切披木頭的那種感覺 那種image在頭腦裡 大概是這樣 那結果今天錄音13號的時候 因為今天是去金武那邊 跟樂天練習賽 這一天 世錦一辰被派打第四棒游擊手 結果他打了一個 第四局的時候 打了一個中右外野的兩分拳衛打 厲害啦 前天制的 希望這支是真的了 不要像這個豪曉講的一樣 好像過去我們的image裡面 世錦一直很順序的時候 就打的很好 世錦快來打我臉吧 希望前天制的真的有 讓你吸收到東西 用你的前天效果 來打我的臉 好再來下一個 這禮拜是話題一堆 13號今天錄音的時候 因為打完這個 怎麼講 沒有 出發節他們就在練習了 出發去金武 其實還好 從明戶去金武沒有到很遠 所以早上的練習 在這個室內練習場舉行 然後就沒有拉在球場了 因為今天要去對外去比賽 在室內練習場的時候 新莊剛志把之前介紹過的 那一套貴鬆鬆的發球機 推出來了 這一天 這個影像裡面呈現的就是 新莊君 他本人 年輕的 不是 燈盪用過了 摩尹樂用過了 燈板過了 今天登板的是新莊君 是年輕時候的他 還在板神事情的時候的 而且他給人家調 他請工作人員調 直接設定155 球速直接設定最快155 他是一個訴求派的投手 然後 也太快了 他以前那麼快嗎 沒有 沒有啦 14幾吧 接近150 大概這樣 我印象也是這樣 然後因為好多 建築特權 對好多選手都去打 夭壽拍不到 比如說 那個什麼 那個水野達西啊 什麼的 好多人去打都 都打不到 然後被寫的新聞 大概就是山谷吧 對 山谷最慘了 他去打的時候 還把棒子弄斷了 這個又不是真的 people的投了 是機器投了 結果還是 把棒子打斷了這樣 所以 訴求派新莊君來為求 球才是很剛猛 剛猛型的投手就對了 那新莊後來自己 被訪問 他說 有點臉紅 不好意思 害羞了 有點害羞 害羞了 看到自己的影像 以前年輕時候的投球的影像 在螢幕前面呈現 他說自己現在這樣看 那個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也是熱身賽 對 他被演唱歌也派上去客串 他說 那時候那樣子投球 不知道怎麼投的 就是一些球的出手 我自己的投球動作 那也太容易被看清楚了吧 那種意思 破綻擺出 就很容易被看穿的那種投手就對了 出手容易被看出來是什麼球 對對對 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 畢竟他就一直說這個東西 畢竟還是 隔行如隔山 你這種野手去客串的投手 再怎麼樣 還是很多地方還是不足 跟真的真的投手 專業的投手 比起來還是完全不同的 大概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很有趣的 終於他三個 那時候介紹的都是三個影像 騰浪 魔雲雷樓 他自己 現在三個都出來過了 接下來還會出現什麼影像 不知道 還是就沒了 就真的只有這三個 這也可以 之後再會 因為春訊還半個月 這台機器也不可能 就用這三支就收起來了 不可能吧 一定還會再用的 也太浪費了 如果這樣就收起來也太浪費了 好 再來還有兩個新聞 就跟春訊比較沒關係 第一個是跟星球場有關係的 稍微介紹一下 星球場在北光島市 在2月7號的時候宣布了 他到時候會在整個棒球園區裡面 他要設一個幼兒園 因為我用幼兒園或許沒有辦法形容得很準確 詳細解釋就是這個小朋友的園 他除了有幼兒園之外 幼兒園是指日文UGM 幼兒園之外 他也有保育園的功能 就是同時有這兩個功能的一個 保育所 幼兒園 帶0歲小朋友的 又有幼兒園 又有保育園 這兩種功能 基本上就是從出生之後 到你讀小學前的這些小朋友 都是對象 都是可以去就讀的人 大概最多學生目前計畫 是可以收74個人 最多可以收到74個小朋友 前面講可以提到 有保育園的功能的原因 就是他到時候我用幼兒園來定義 然後裡面有醫生 他要配置醫生 然後還要有配置兩個 有可以照顧身體上有先天性疾病的 兒童的兩個工作人員 所以幼兒園才同時有 幼兒園有幼兒園 帶一般小朋友的功能 這個 也有應對特殊專業人士 也有應對病童的 病童的小朋友也可以在這裡就讀的 哇 還有醫生 這真的很厲害 整個花費了 目前北廣島市估 大概要4億7千萬日幣 4億7千萬台幣大概是 現在我來算 大概1億多跑不掉 差不多1億多一點 1億多跑不掉 好多 然後 北廣島市這邊 北廣島出大概快3億對不對 2億9千萬 對 其他的部分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贊助的廠商來贊助就對了 把這個4億7千萬湊齊齊 如果今年度的北廣島市的這邊預算案如果通過的話 然後這些錢金流也都順利的話 4月開始 今年4月開始要動工 希望明年4月的時候 這個幼兒園就可以開業 那不就開幕站差不多過 沒過沒多久 對啊 甚至前面講的 以前介紹過那個 那個公寓啊 那個公寓 如果有小朋友的順便就可以去這邊就讀啊 對啊 對啊 對 就是做北廣島市 就是不是酋長附近的也可以去讀啊 對啊 我這園區真的有夠誇張 我覺得這個棒球的波禄 Park的那種想法 好像已經超越波禄 Park的感覺 對啊 超越了日本人認為的波禄 因為我覺得現在日本人認為的棒球園區 會有一點點像樂天那種感覺吧 對 歡樂的程度為主的 對 娛樂為主 這個已經到生活了 對 像前面還有提過那個 要給那個銀法族的 有那種類似長照功能的公寓 然後現在也有這個 有保育園可以收納這個病童的這種功能 那也有一般幼稚園功能的這個幼兒園 對啊 等於你整個生活都可以在那裡了 嗯 對啊 而且機能很好 那你商店那些更不用講 那一定都會有的啊 對不對 我覺得這已經跟一般日本現在職棒 日本職棒想的那種波禄 Park 他們所謂的波禄 Park又不一樣 對 又不一樣 因為我其實不曉得美國有沒有 大家可能 可能聽Heart到檸檬的朋友可能會知道 他們問Adam跟Jacky 對 可能要問他們兩個 對 但我覺得就日本來講 我覺得這個已經有一點超出他們想的 想像的那種感覺 這不是只有娛樂的而已的 這連其他這些都顧到了 跟你的生活在一起 對 好 那再來下一個話題 跟今年開幕戰有關的 今年開幕戰在 應該講主場開幕戰 主場開幕戰 3月29號 在張黃巨蛋對西武的三連戰 當然是第一天 329這一天 日本火腿規劃了一個 20萬日幣的豪華開幕戰行程 反正你要參加這個行程 就是一個人20萬 名額只有20個名額 而且你是要國中生以上的才可以參加 國小不行 國中生以上才可以 國小太小不行 太小不行 對 那當然也大概抓到了 算到了 這到時候一定 報名的人一定超過20個了 所以最後決定是要用抽籤方式 來決定拿20個人可以參加 好 那內容介紹一下 內容 除了當天比賽的時候 你可以在 張黃巨蛋 比較高的那邊 他有貴賓室 VIP室 在那邊看之外 球隊的移動巴士 這個應該是指 也是上禮拜有公佈的一台 那個 要怎麼講 跟好像北海道巴士 這個公司合作的 對 好像有放到推特那些 對 就是他裡面有好多 那些空氣 臭氧什麼的一堆的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廁所 那個巴士後面有廁所 馬桶還有免治馬桶 各級巴士 對 他那兩台 我記得大部分媒體都是介紹 他要用來到時候星球場開始之後 他會規劃很多 你其實就是在遊覽整個北海道 這個巴士就是會帶著你們到處去玩 他目前設計的是兩台 到時候你參加20萬行程的人 你就可以優先去體會這一台 因為這兩台巴士其實最終的任務是 2023年星球場開始之後 他做這些導覽 帶你們去玩北海道的順便 也可以去星球場的功能 但是你參加今年開幕站行程的這20個人 你就可以搶先去坐這一台車了 對 而且他會載著你去星球場的建設地參觀 建學 甚至去內部做一個導覽 因為那時候建設進度 又要比現在再稍微前進一點 更快一點 對對對 更接近完成一點 沒錯 還有比賽前 你可以在貴賓室裡面 他會請一些球團的工作人員 還有球團的OB 在VIP室裡面 跟這20個幸運兒一起交流 你可以聊天 這是最愛的 對聊天吃東西合照什麼什麼的 這樣很多很多體驗 還有比賽 還有那個練習的 選手練球的時候 你可以下去球場參觀 那還會有禮物 比如說球衣上面有這些 剛前面提到這些OB們簽名的球衣 當年的禮物 一起照紀念的照片 什麼什麼的這樣 20萬 20萬參不參加 好小 要投對不對 但我們會不會抽 這結果去不了 會啊 還沒開放 還沒開放 如果你人在日本 你想不想參加 20萬 會 會有點考慮想說 會抽他們的機會 20萬 因為我記得蠻久以前 那時候鍾田青還在橫濱DNA 當監督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好像規劃了一個 50還是100萬的 那個更屌 他有直升機對不對 對 他一開始是請開一台家常型的凱迪拉克那一種的 去你家門口接你 然後開著你到球場 最後好像比賽完 鍾田青坐著 就是你們可以跟鍾田青一起坐直升機 他載你們去餐廳共用晚餐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 然後反正可以在球場看球 那個好像是100萬 100萬 這個比較簡單一點點 這個是做未來的巴士 然後帶你去星球場看 然後你可以在彰彰隊裡面 貴賓室看球 看練球 下去看練球 跟這些OBE或球團人員交流 然後吃晚餐20萬 那是我我想要拼看看 抽的到就 因為換成台幣 現在的話大概5萬塊對不對 5、6萬 重點是可以跟OBE那些聊天 其實還蠻好玩的 而且不知道是什麼OBE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鹽奔眠 我不知道 每次想到OBE就他啦 總不可能大股想品吧 不可能 大股要回美國了 大股學也不可能對不對 對 那你說這些 還有很多人可以看啊 健三 田中賢界 健三 田中賢界也算 對對對 健三 跟健三聊天一定很好玩 健三 身本息者 盜夜足跡 帶著這些 劇院不曉得啦 劇院 感覺會啊 可以吧 開幕戰他應該也會 人會在現場吧 對啊 球場開幕戰 對啊 我覺得值得一拼 呵呵 去值得一抽 值得一抽 總之值得一抽 對 好 以上就是這個禮拜的 這個新聞的部分 接下來 嗯 15年 北海道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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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越來越 越來越 怎麼講 每天都忘不了他 對 因為原本有一些 欸 球迷朋友 或者是一些 那種球評等級的人 會覺得說啊 純訊開始了 他可能要 慢慢恢復 變成一般的監督了 對 要顧本業了 不能再這樣 欸 比如你要用什麼 嘻嘻哈哈 驚喜不斷 對不對 ID有一堆 我知道啦 超多 哈哈哈 之類的 的 行為 意思是說要乖一點了啦 不要再這樣 認真打扮人 但他們都忘記 他其實都一直認真 對 即使沒停下來過 好不好 對 他其實每一個事情 搖鈴什麼的 他都認真 每天都有 對 第一個 上禮拜有介紹到 就是他給人家亂錄 每天春訊直播的那個高 對 觀眾席 不是觀眾席 播報席 對 放鬆 就是那個播報區 對播報區 主播做的位置 如果他前一天去了之後 隔一天 他又給人家跑去了 哈哈哈 他又跑去了 等於連兩天在中午的時間 他都給他跑去 跑去亂錄 那這一天剛好遇到那一天的球兵裡面 其中一個就是 劍山一季 對劍山一季 他們聊聊聊 就聊到了那個上緣浩子 我記得那時候也是聊到類似零食教練這種話題 或是聊到投手 忘了好像是這樣 嗯 那 好像說 教投手的那個 什麼部分啊 投球的TEMPO 我記得是這樣 對 就是可不可以控制TEMPO去改變的 對 他可能 我覺得也跟赤星講的有一點關係 沒錯 對 那一天就是 嗯 大概就聊到類似這樣的東西 但他們就好像就是講到投手球 投手在投手球上 你要怎麼去維持你投球的節奏 對對對 是很重要的 你就不會被打者牽著走 我忘記是誰講說 說到這個應該就是上緣了吧 劍山講的啊 既然說你講到這個 他覺得上緣浩子最厲害 這個他最會控制的 然後他心裝聽了就 欸 真的嗎 眼睛亮了 對對對 欸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這個就是 就是你對他就在這個部分 評價這麼高 那馬上問 可不可以找他 對 那可不可以叫他來 可不可以請他來 有沒有辦法請他來這樣 啊剛好因為健三跟這個上緣 他們是同年 同期嘛 對 同期的同年齡 而且還有一個 嗯 森本希哲嘛 啊對 那天好像是 那個對 森本希哲跟健三一起在當那個球評 因為森本希哲很常被 其實蠻常被找去 他有上那個嘛 上緣的節目嘛 哦 有有有有有 就是youtuber當來賓 對 對 聊得很開心 那兩個 對對對 那後來隔一天 那一天是2月6號的時候 B-BOSS跑去亂錄 他知道這個消息 哎呦 知道這個情報 那7號的時候 上緣號是在他自己的推特 他就有一點點回應 他回應說 日本火隊的B-BOSS 新莊監督 如果日本火隊這邊有什麼 就是真的邀請他或約他的話 他心裡很高興 那這樣子的事情 能夠被媒體報導出來 變成一個新聞 他更高興 好 真的謝謝 謝謝新莊賞 謝謝健三 謝謝Hitchley 謝謝希哲 他不是寂寞的時候 就那邊開玩笑說 健三不是 你不會入閣 你不會去當教練 我可以來F-Park主持 他可以代替健三主持 那個單元節目 很需要工作一樣 說不定這1000 說不定也有機會 因為你不見得真的要像 那個吃新鮮网那樣 幾乎整天聊的 你大概類似前田吃的那種感覺 來 然後 順勢被拉下來 順勢被拉進球場 吃倒一下 對 因為你現在算 今天我們錄音2月13 他要8個人 我自己覺得 有可能湊得到8個嗎 好久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因為你 現在主要是 當初講的那些人 就現在都來了嘛 他到底 比如說 剛剛前面提的 藤專球 可能我自己個人認為 是身份的關係 不好意思 講說他就是一個臨時教練 那你說前田志的 他也沒有明講說 他是臨時教練 但他下來了 他下來了 像這樣的case到底算不算 好假設先算好了 好不好 假設先算 那你他BBOS講8個 武警狀一個 四星一個 藤專球 前田志的 這樣4個了 他自己講還有那個 四伏廣製 應該會來 是什麼時候 不知道在2月的哪天會來 那這樣5個 那還3個 還有3個 加上元的話就6 加上元6 還有兩個 再兩個 對 但是如果你要用比較嚴格的角度去看 比如像前田志的 比如像藤專球的這種都不算的話 目前才2個 對 你要做到8個 我覺得有難度 他要去 還要去湊6個 就算扣掉四伏廣製 專算是有意圖來的 因為蠻明顯的 對啦 所以好吧 他還特地回 我是要去看你 但我會去拜訪你 但我不是去當臨時教練 那是因為他身分的關係 對啊 所以這個定義上 可能有一點點尷尬 到底是不是最後是8個 但是如果你真的都要很明確的定義 他就是臨時教練 我覺得可能時間來不及了吧 你要抽到8個 這本來有說要抽到8個嗎 我覺得那也是 就是他可能講了一些有機會的人 或他想找的 然後媒體把他抽成8個人 之類的 這也是可以期待 我覺得如果劍山真的幫他牽 我覺得搞不好會有8個 而且搞不好還會超貴 說不定 如果像前天這樣被拉下來這種的話 也是有可能 好再來下一個 跟Beatboss有關的話題 他怎麼講 7號2月7號的時候 他在 我記得是 我忘了哪裡 我是看到日本媒體報導 可是我忘了他怎麼講的 他說他終於發現了 當監督容易發胖的原因 對 這個換個說法 可能好像可以講成這叫什麼 監督這個行業的這個叫什麼 職災 職業傷害 對 監督的職業傷害 那感覺 職業傷害 原因就是 這是在7號 2月7號這天 他在中午早上 大概快中午前的手背練習的時候 他在外野這邊 因為外野這邊 大家知道中外野那邊容易放著 那個叫什麼 攝影機 中外野旁邊 進來旁邊一定放一台 他就走啊 走去攝影機前面 對著攝影機 因為那攝影機就是 他沒有 他那個攝影機是北海道那邊的地方 天字台特別派來路的 他就對著那些攝影機講 他說 他就問 他說 這些 我們日本會的情報 在北海道都會被播出去嗎 你們這些派回去的都播嗎 那 他說 有 他說那好 他一開始這樣聊 他就說 他就突然對著攝影機講說 我知道當監督容易發胖的原因 他就突然這樣講 他就說 因為那個叫什麼 殺死勒 中文要叫 謝禮 謝禮 或者是 慰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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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替你們加油 我送你什麼東西 譬如說 以前甲子園的時候 很多OB就會送自己高校的這些學弟們 譬如說送飲料 送肉 台灣的話就是 你有時候去看一些什麼 以前看那種 台灣台日青幫交流賽 台灣那些去國外打球的OB 他們會自己送給學弟 對對對 台灣可能就是珍珠奶茶 珍奶啊什麼啊 有的也有製作那個 那一年特別紀念的T恤 對 可能都找好廠商的 可能找安德阿瑪那種 只是當一個紀念 大家都有一件 如果是可以看春訓的話 應該大部分都是送食物啦 對吃的啦 米啊肉啊 那Beeple就說 因為有的這個薩西列 這個慰勞品什麼的也有分啦 比如說給球隊的 或是給監督的 他當然只是給監督本人的 他說因為現在進去監督室 這個一看 嚇死 比如說有那個好好吃的那種連輪蛋糕 好多甜的東西啊 糕餅類的啊 果子類的啊 那種都是好吃的甜點 那種東西 他自己又是那種愛甜食的人 自己看又想吃 然後不能不能不能 不能一直吃 不能一直吃 吃的會變胖 吃的會變胖這樣 所以他說他發現了 為什麼當監督的人 當了監督 當了監督之後 都容易變胖的原因 所以牧田應該是被餵到餵胖 對就一直吃 好吃的年輪蛋糕啊 什麼有的沒的 就這樣一直吃 一直吃就變胖了 他說他發現了 原來是這樣 我們日本媒體就下了一個結論 原來監督在監督室裡面 監督除了在場上 要帶領球隊作戰之外 回到監督室 還要跟這些滿滿的誘惑作戰就對了 比賽完了 你的任務還沒結束 對 而且這樣講 那個誰 新莊 VIVOS他們 他說的那個早餐 哦 甜的啊 對不對 以前有介紹過 應該就是真的吧 他喜歡吃甜的 是喜歡吃甜的 對對對 他那個咖啡也是喝有糖的 加牛奶的 對啊 他愛甜食 哎呦 看到現在這麼多味道品都是好吃的甜點蛋糕 對啊 誘惑很大 除了要對抗對手 回到監督室 還要對抗這些美食的誘惑 控制不了就大塊就胖起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以後看到這些監督變胖的就知道了 嗯 尤其一開始剛當的時候瘦瘦的後來變胖的 兩個都是這樣 在建築室裡面輸了 輸給美食 輸給甜點 對 輸給甜點 好 好 再來下一個 新莊剛制 VIVOS 對於牛棚練習 他有新的看法 這個我們用中文印給他解釋 叫做牛棚造音訓練法 我自己翻的 原因就是他自己有一天在 因為他幾乎就是常到處跑 這裡看那裡看 他幾乎都去 而且有時候都會繞滑板車 他就這樣很方便 就這樣騎著一個人四處去看 他有一天就在牛棚這樣看啊看 他就覺得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這樣想過 每一次去牛棚看的時候 看人家練習 就是安靜 你看牛棚頭手門在練習的時候 大概只有三種聲音 第一個投手投球 咻啪 這樣 就捕手接到很大聲 然後捕手就會說 Nice ball 這樣 捕手在鼓勵投手 這個球投得好 再不然第三個聲音就是 因為大家知道 主審裁判們也要存訓 也像這個時候熱身 對 他們不會被分派到各個球隊後 比如幾個人為一組 你們幾個去哪裡 你們幾個去哪裡的存訓 你們幾個去 他們就會跟在那邊練習 尤其牛棚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們在練習主審的 如果這個投手球投出來 捕手接到是好球 除了前面提的 啪 然後捕手喊 Nice ball 你會有時候會聽到第三個聲音 就是主審 Strike 這樣 例如說在牛棚 你大概就只有聽到這三個聲音 對 真的是只有這三個聲音 除了這三個聲音之外 就靜悄悄 都點啤啤 都沒有別的聲音了 還有一個聲音 那個聲音 但那個聲音其實沒什麼存在感 壞門 對 啪啪啪啪 這樣要4個咖的投手在練投的時候才有 啪啪啪啪 沒有多少都會有啦 那個聲音多少而已 小排在投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靜悄悄 剛好連攝影大哥也不在那裡的時候 就沒有快門的聲音 就只有前面介紹這三個聲音 壹部就覺得 明明大家在比賽的時候 在場上投球怎麼可能這樣 明明很吵 對明明很吵嘛 那個氛圍 跟你在牛棚練習的時候 就完全跟比賽的時候不一樣啊 對不對 那天剛好藤山球兒也在 就是藤山球兒去的那一天 他那天就突然想到了 他就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可以來 在牛棚練習的時候 譬如說放一些音樂 或者是弄一些很吵的聲音 在這個牛棚的附近 讓你投手練習 投球練習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就是一直在這些 有噪音的環境下練習投球 這樣才比較合理吧 他覺得這樣比較合理 然後雖然到目前為止 好像也沒有什麼球隊這樣子做過啦 但是應該蠻有趣的 可以試試看的 說不定是可以有一個正面影響的做法 他心裡這樣在想 他想到以後 日本火隊的牛棚裡面就是吵雜的牛棚 因為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 其實去看 現在拍放觀眾去看 對 我不曉得 他們可不可以看到牛棚 像以前那麼近 應該好像沒有 可以 可以了 就一樣在那個欄杆旁邊 對 求明明去看 比如說像板神的一夜舵的牛棚區 其實還有一個專屬座位 讓大家可以坐在那邊看 巨人的也有 對 因為大家今天坐都很安靜 日本火腿 我看準播是沒有 他今年沒有拉那個座位出來 可是人還是可以站在欄杆旁邊 人可以站在欄杆旁邊看 只是人沒有那麼多 我看的感覺人沒有那麼多 他另外就是 比如說像板神或巨人人比較多的 大家進去看也是很安靜的 板神我那一次沒注意 可是巨人的說實話 巨人那一次 我其實走進去看也有過 因為那時候也是用採訪的身分去的 但是我也有坐在那個上面過 我就跟著球迷朋友排 他要排的 每幾分鐘他就會換一次換一批人 我也有上去坐過 我說實話 他距的坐在上面 其實距離蠻遠的 距離牛棚的感覺蠻遠的 尤其你跟最遠的那一道在練習 那真的距離超超遠 對 那感覺沒有那麼明顯 你好像就很像 就跟看一般棒球比賽一樣 你只是在場邊看這樣 沒有那麼近距離的感覺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好再來下一個話題 臨時教練 下一個想要找誰呢 這樣 那也是被問的時候聊到的 因為日本沒禮物嗎 陳錦壯 吳錦壯來啦 赤星線廣來啦 然後這一天 球兒也來採訪啦 對來訪問啦 什麼什麼的這樣 他說目前 假設用就這三個人來算 吳錦壯 赤星線廣 藤川球兒 裡面就有兩個是版神OB Tagas Tagas 連續兩個 尤其連續兩個都 Tagas 那個B-Boss就說 不要啦 下次不要再Tagas了啦 下次不要找 不找本神了 不要再找本神了 這樣 他心裡面 但是他心裡就想著 下一個來的 他希望 這一個專長 是 代打很強的 有這種代打之神的 稱號的這種選手 他希望 下一次的教練 那怎麼辦 你又到本神了 他是自己在講 他就希望 因為他想讓這些選手 去得到這些 站在打擊區域上的心情 或甚至你是代打的時候 你可以有些什麼技巧 思考方向 什麼什麼這樣 他進去想 巴木浴 快山金翅郎 不行 這些也都本神的 這些也都本神 都本神 不行 要找其他球的 沒有啊 你們隊上就有一個啊 對嘛 對啊 死也牽制啊 對啊 他很會打啊 他忘記了 他忘記了這樣 反正自己啦 有點自己在被訪問的時候 自己在那邊 講講笑話給媒體聽 那種感覺 但我覺得他應該對代打 是有想 想一些事情 有啦 他一定有很多想法 對 就像前面你看 騰穿球而來 他還可以有 反向的思考 不是 不是騰穿球而來 赤星線廣來 對啊 大家也很直覺的覺得 赤星線廣來 交跑雷 交道雷 很正常 可是他想要還別的 對 交頭補 哇靠 一個速度見稱 道雷見長的選手來 交頭補 交頭補 對啊 對啊 所以你看反向思考 他請這種代打之神來 這種等級的來 在代打上有一套的 說不定他也交頭補啊 對 有可能 他也可以分享 我作為代打的時候 我都怎麼在抓頭 我都怎麼觀察你們的 對對對 我都怎麼觀察你們的 對啊 對 他頭腦動的 有時候真的不是只有 我們想的那個單方面 他有多方面思考 這個人來不是只有 嗯 這個長才而已 除了長才 當然是用你教 我會徹底的活用你的東西 對對對 另外一個方向 還有別的 可以再從你身上 挖東西出來的 而且他也覺得這個東西更重要的 對不對 比你的長才更重要的 另外好 再來下一個話題 欸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OK 這個其實是回去 我這樣子抬啦 嗯 這個回去推到說 他讓比如說內野手手外野 外野手手內野 好哈 但有一些他就固定 因為他知道他的特性就是這裡 但可以有機會的 我就用到 我就用到 有可能 對 現在感覺真的有這種感覺 因為 其實 這幾集 尤其Beatbox上任之後 但上了之後很多做法還沒做 但是他都有講 對不對 嗯 但是到了 今天這個83集 其實 很多很多他之前講過的話 真的全部兌現了 對啊 真的全部兌現了 對啊 他不是那種 不用 因為我們有時候解釋說 他這個話講給媒體聽的啦 什麼什麼的 欸沒有 沒有 他真的做 對啊 好多了 太多了 不剩媒局了 局不管了 節目裡面 剛剛前面都提到了 一堆通通都是他之前講過的 然後他全部在做 對 他全部做到了 這樣 有一個啦 那個IG還沒啦 那是什麼 觀眾 IG直播還沒啦 IG直播那個不行啊 就說不好啊 不要啊 對啊 那IG直播可能不行了 但像對董事外的高度有機會做到 應該幾乎都做到了吧 對啊 現在在等的就剩那個了嘛 上哲直直排先發名單的那個 那個還沒出來 還有就是 那叫什麼 那個那個 給球迷票選 先發陣容 球迷決定先發陣容 可是他之前那個之前就講明啊 那個是例行賽的時候要做的事啊 那個春訓的事 不是春訓的時候的事嗎 我記得他那時候講那是例行賽的之後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一定都他一定都會去做 他沒有那個講講就算的那一種 不是說說人就對了 對 那誇張到比我們想的更誇張 對 好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話題 情人節要到了 大家這一集上線的時候 誒對齁 禮拜一二月十四號 錄音十三 對 上線的時候十四情人節 那因為十三號這一天 其實日本火腿是去 這個金武那邊跟樂天練習賽 那主要當然記者們都會跟去金武那裡 而且不見得全部都會去 因為有的報社可能就 直接用在跟著樂天那邊的記者 去寫就好了 對就是大家有些會自己跟在主堂這邊 對他會留守 對留守在明戶或是國頭這邊 他不見得都會去金武那裡 那B-BOSS就稍微有想到這部分 然後還有十四號 二月十四號這一天 日本火腿是休息日 所以也不會遇到B-BOSS 基本上不會啦 那他就提前自掏腰包 提前送所有媒體朋友情人節禮物 在十二號的時候他就先送了 送了類似巧克力蛋糕一人一條 巧克力蛋糕 這一個巧克力蛋糕的店名叫做什麼 Kes Cafe Tokyo 再來給他一下 對 這個 知道什麼 巧克力蛋糕 這個看起來非常的好吃 他一大顆就是巧克力的 那天那個誰 轉播的時候 京城亮泰 他在他的京城介紹所的那個時間 他有把他拿出來吃 吃給電視機前面的朋友看 他有拿出來吃 看起來很高級 後來看到 日本媒體介紹 這一條巧克力蛋糕要3000元日幣 就快1000塊 接近1000塊日幣 大概900多塊日幣一條 900多塊台幣一條 然後這個巧克力蛋糕還獲選 就是半首禮特選等級的獎 對 因為日本人喜歡送半首禮 尤其大家有去旅遊 你在車站那邊 好多好多店都是在賣這些 可以讓你帶回去當禮物的 尤其我們出國玩 每次都要帶回來送 就是分享給同事有沒有 而且他是從2016年 日本甜點總選的前50名 對就是前面的講課 然後是什麼 日本不是有那個 食べ食物部落格 就是那個 講食物的那個部落格 對對對 甜點 就是100名的名店裡面 2017年 18年 19年 2022年都被選 就連續都落選了 就是等於一堆獎 近期這幾年算是 非常熱門 對 紅店 明店就對了 尤其他這個巧克力蛋糕 回響很大 這個推出之後回響很大 那因為這個店裡面 其實從去年11月開始 因為本來覺得 因為這東西本來就不太 怎麼講 你在沖繩要買到不容易 對 但是B-BOSS還準備了那麼多 在12號這一天 他居然沒辦法準備到那麼多 那原因就是這個 剛給到Games Cafe Tokyo這個店 他從去年11月開始的時候 就開始在全國展店 然後去年12月的時候 在沖繩開了第一家分店 所以讓比博士有智慧 他選了這一個 這個慰繞品 這個情人節禮物 怎麼講 好像這個只有在本店 還有銀座店 還有東武百貨店 時代店 才買來到 基本上都在灌動 都在東京 那對 他還是有靠一點 想一些方法要 他都能有特別去訂 或是跟店家講 之類的 對對對 因為大家知道 情人節就是要送巧克力 對不對 對 他就用這個巧克力蛋糕 這種感覺 一樣也是巧克力 因為我看 新陳良太人在吃的時候 他那個蛋糕 尤其蛋糕體那部分 他其實不像我們一般心裡 常常 或是常常看到那個蛋糕體 他那個蛋糕體 其實我覺得就是很像類似巧克力 他是巧克力 因為他沒有放任何小麥粉 對對對 他出來的感覺不像蛋糕 他就很像一塊大塊的巧克力 一條巧克力 但又沒有那麼硬 他那個是軟的口感的 很像生乳酪蛋糕 類似 對對對 那整個都巧克力 整個都巧克力色的 因為那時候 近年那一開始切一小塊吃 切一小塊吃 那天是不是生本稀者 因為中午的時候 另外一個球瓶會休息 只留一個球瓶配 近程亮太兩個人在那邊 然後吃啊吃 我記得好像是生本稀者 還是記錯了就算了 反正就是其中一個球瓶 叫他說 你整塊拿來搖 叫他整塊直接搖 然後近程亮太就直接這樣 大口這樣搖下去 哇 整嘴都巧克力 整個嘴巴都塞滿 整整的巧克力 然後再喊 謝謝people 這樣 很好笑 因為他那個還是一個 因為他是基本上巧克力 他叫他也是無膚子 這幾年蠻紅的 嗯哼 其實這樣子 我覺得這條巧克力很有來頭 就不是他想的那種 平常基本款的巧克力蛋糕食 也算搞剛的巧克力蛋糕了 所以才會 為什麼他不早幾年當監督 雖然說我也不能這樣講 我們14號的時候把我們帶在那裡 有你們有遇到一次 對不對 你們有一次 因為我記得你有拍那個誰 吉田徽星收了好多情人節禮物 因為球迷都收了 對我好像拍的兩次 一次是樂天的 嗯 一次是 對對對 一次是記得團送 那一年進來的 是清宮 那年進來那就不是清宮 我記得是清宮 有送兩個 一個是送給那一年進來的 一個新人選手 一個大的巧克力蛋糕 另外就是找了清宮 河野 清宮河野跟那個吧 吉田 單個第一次名嘛 對對對 然後在那邊拍巧克力這樣 提著那個巧克力禮物 對就大家手一袋一袋 兩個人餵清宮這樣 對對對 我記得你有拍 然後樂天是誰 樂天是小生田 小生田嗎 黑春是誰 黑 我記得有黑川 對對對 黑川 很快一年一年這樣過 對不對 對啊好快喔 青年節又到了 呵呵呵 總是會有一些活動 對對對 可是剛好今年日本活動這天休息 嗯 所以前一天弄 話題少一點 不過當然我們都是記者送啦 送選手 球迷朋友也會送啊 對啊 或是說記者團大家弄一個要求 做一點話題 因為怕那個接觸 今年可能不會收了 你給他也不拿 對啊 對 好下一個 下一個這個大家也都會有在本專分享的 B-BOSS塔真的完工了 而且速速完工 超快 照日本民意到達其實就四天而已 用四天的時間就完成了 然後完成的隔天就直接送到球場 讓B-BOSS燈塔這樣 然後上去這個塔上面 他一開始還很那個 他就叫這些 因為我看那些做的那些人都阿伯了吧 三四個 四個還三個阿伯 他就叫他們一起上來 一起上來拍一個大合照 紀念寫真這樣 謝謝你們這麼快的時間 幫我完成的這個B-BOSS塔 高3.6公尺 那寬度 他應該是抓下面最寬的 因為塔他那個就有點像T型 最寬的大概5公尺 座位那邊我看起來是沒有到5公尺 座位大概可以坐 他是說大概可以坐5-6個人 我覺得6個人可能有點急 5個大概很極限的 做4個比較恰當 做4個那種男生 做4個差不多 比較高壯的選手 以前比較高壯 就比較高壯的可能4個就差不多了 那個位置差不多就坐滿了 那一天 第一個上去的當然就B-BOSS 後來這些工作人員 他有幫他做B-BOSS塔的人 他有請他們上來 那如果這些人不算的話 第一個燈塔的來賓是 岩本緬 岩本緬 後來自己 他那天晚上就出了一個影片 我剛好半夜起來的時候 我剛好無聊我就點來看 他說其實他那時候 一開始他也沒有想說會被叫上去 他說他也沒有想到自己會上去 他是因為那天他跟深本系的就是球品 他說球團的工作人員就來跑來找他 因為他剛好那時候中午換他休息 然後球團工作人員就來找他說 B-BOSS想要邀請你上去 上去坐一坐 上去坐坐這樣 還嚇一跳 可以嗎 那可以我當然也想要去這樣 他就好就上去了 所以那一段有一段期間是 主播跟深本系哲在轉播席那邊 他們就看著岩本緬坐在塔上 跟B-BOSS在聊天 兩個人就羨慕 他們後來旁邊有加金城亮太 三個人在觀眾席 然後他們都看著B-BOSS 不是 跟岩本緬在塔上聊天 然後三個人在那邊 好羨慕 我希望我也可以去 我也想去坐 但是因為那個塔 我覺得3.6公尺太高了 為什麼會這樣講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塔 他放的位置 幾乎就是在本壘戶往前面 對不對 他那個高度幾乎 已經跟你坐在本壘後面觀眾席 第一排的那個高度幾乎一樣了 對 為什麼 基本上已經接近同高度了 因為整天你可以看到B-BOSS 有時候坐一坐看起來 看一看他就站起來 向後跟大家打打招呼 然後中間有一段時間還下雨了 那天紅白在下雨 他還站起來 請一壘跟三壘這邊觀眾席的朋友們 通通往本壘這邊靠 因為本壘上面有那個屋頂 比較長 比較不會淋到雨 他還這邊比 大家請大家往中間靠 往中間靠 不會淋到雨 這樣 就是看到那個高度 我覺得 你幾乎就跟在觀眾席一樣高 對 你後面有人講話 他應該都會聽得到 或是有人如果在後面偷聽 他跟燕本緬到底在講什麼 應該也都聽得到吧 除非他們講很小聲這樣 後來燕本緬下去之後 換生本系者被邀請上去了 所以那一天目前到現在為止 上去過的 就是燕本緬跟生本系者 生本系者 兩個人 目前兩個人燈塔過 這也很好玩 終於說到 又是一個說到做到 你看 他真的做了一個塔 真的弄了一個塔 而且他真的比原塔高 對 而且還紅色的 他喜歡的紅色 真的嗎 有那個宅雕 你知道嗎 球團也願意跟他這樣子弄 哇 然後人家系也願意配合 對 馬上幫你做 但做 花錢做 那當然他們會做 只是你說 我希望越快越好 對不對 所以四天就跟你弄出來 也不簡單 我是覺得也不簡單 好 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 又是一個說到做到的例子 之前他有 我記得是在哪裡 我記得是綜藝節目講的 我記得在 那個吧 先聊007吧 對 他就講說他應該要用蓋的 對 他覺得簽名麻煩 當監督之後簽名 不要不簽 用蓋章就好了 你們拿那個簽名版 我就蓋 蓋 蓋 這樣最快 球來 用印章蓋 蓋 用簽球的 我就蓋這個 簽名版的 我就蓋這個 結果在12號 2月12號的時候 他在他的IG真的給他公佈了 他就照著那個照片 兩種印章 第一種 如果我們是蓋在簽名版的 他這個章是一個大大的長方形 上面有這個中文叫什麼 志向就是堅強的那種意思 堅強的意志的這種中文的意思 しわずよく しわずよく 對 上面讀得出來的漢字就是 一個字就是他新莊剛制的字 鋼就是他新莊剛制的鋼 他用了他的鋼字 對 用了這兩個字 用這個梗在裡面 另外 比如左下角就是有這個 類似他名片的那種感覺 B-BOSS Hokkaido Nipponabu Fighters 什麼什麼 B-BOSS 信9 然後右上角就是新的 日本火堆球團的那個 MARCO LOGO 然後球呢 蓋 如果你是拿球去給他簽 他會幫你蓋的印章 就是大家知道B-BOSS之前都出了貼圖 這個就是他的貼圖嗎 對貼圖 完全就是那個貼圖吧 對就是一個貼圖的印章 一個他的卡通造型的B-BOSS 然後蓋在球上 就是這兩種 穿著胎木記者 那個高領紅色那個 就是監督記者會的那一件 對那一件造型 然後這個印尼他是用藍色的 剛剛前面講的那個長方形的那個 他是用紅色的 那這個B-BOSS卡通圖案 B-BOSS的這個圖案 蓋在球上的 他是用藍色的印尼蓋的 他說這個就是我今年球季 簽名的這個設計 就是這樣 希望就是到時候 給這些來球迷 來加油的這些球迷們 可以讓他們拿得到 簡單到不行 真的用蓋帳的說到做到 不簽了 簽名麻煩了 不愛簽了 用蓋帳的 他們是什麼 躲擊劍炎嗎 這也是厲害 他可能叫馬內甲戴著 他怎麼可能一直放在自己身上 不過這樣想想 我覺得他你拿出來在球迷面前蓋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事 這是我蓋的 他要一直戴著嗎 不可能吧 那個他的專屬 他的專屬馬內甲戴著就好了 對我想的是 那以後你要找他簽名 私底下或許他就不蓋了 私底下你簽 如果你那個氛圍他覺得可以 或是情境 他覺得可以幫你簽 他可能還是會用簽字筆簽 但是如果是比較一種公開的場合 要幫大家簽名的時候 那應該都要蓋帳的 對他就用這個了 對啊 好再來最後一個 Beepos話題的最後一個 他有一個日本媒體寫的 星期天盡量不戴帽子 原來有一個原因在的 有一個原因 他說第一個 因為春訓以來已經 加今天13號是第二個禮拜天了 對不對 等於上一個6號的這個禮拜天 日本媒體發現 其實他 Beepos這天怎麼都沒有戴帽子 2月6號這天 整天都沒有戴帽子 走到哪裡都不戴帽子 頂多就是戴太陽眼鏡 甚至有時候太陽眼鏡也會拿下來 所以你會看到 比較明顯他的表情 他的髮型 尤其他的髮型這樣 Beepos自己講 他會這樣做的原因 其實也是球迷服務的其中一環 因為要讓人家看到他的 比較可以看到他臉多一點 因為現在戴口罩 再戴帽子 應該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對 他說 因為原本他心裡的構想 尤其就像今年球隊的時候 梗是他自己提案的 球迷就是寶物 對不對 那為了要做到這一點 那比如像禮拜天 他自己也知道 因為會來看春訓的 週六週日 一定都是比較多人的時候 人最多的時候 那為了要讓這些球迷 能夠怎麼講 能夠得到更多一點收穫 甚至 因為他心裡原本想的是 就算 應該講 如果允許的話 他是真的願意跟 有那個企劃 就是比如有一個環境 可以有一個場合 可以跟球迷們一起來合照的 就像他6號那一天 送了100個小朋友帽子 送100頂帽子 給小朋友的那種活動 那種企劃一樣 他原本也有想 就是如果疫情不要那麼嚴重 或是這個規矩沒那麼嚴的時候 在春訓的時候 他是想要跟球迷們一起來做合照 那合照的場合 他不想要戴帽子 他想要讓球迷們跟他合照照出來 你看看到B-BOSS髮型很漂亮很帥 跟他合照這樣這樣什麼的 所以他基本上 雖然現在不能合照 現在的規定沒辦法 因為Corona的影響 不能合照疫情的影響 但是他還是要繼續堅持 可以的話 他禮拜天就還是不戴帽子 至少你禮拜天來的球迷 拍到我 是看得到比較多我的樣子 對看得到我的頭髮的樣子 跟你其他日子來的時候會不一樣 其他日子來你可能都看著我 照到的我都有戴帽子 但是禮拜天你來的時候 我基本上能夠不戴帽子 我就不戴帽子 讓你照到一個不一樣的B-BOSS 有髮型的B-BOSS這樣子 然後看到這個了 大家禮拜天就會去了 對這也是一個球迷服務的一環 甚至他自己也講 或許以後髮型也會有一點變化 禮拜天的時候 你這個禮拜天來跟下個禮拜天來 B-BOSS髮型不一樣 髮型也會不一樣 每週日更新髮型 對我髮型不見得都是一模一樣的 有時候每個 你哪一個禮拜天來不同 髮型也會不同 他也在這樣考慮中 反正從他當監督以來 我們已經看了很多 聽了很多這種 反正有一些人看了 假如就覺得 Leader就直接做秀嘛 對啦 但是我相信當然信聰剛志他知道 做這些東西 當然是秀的一種沒有錯 但是他心裡面更想做到的 那個最大的原則就是 服務球迷 讓你們看得爽 我覺得這從他 我覺得說他選手時代就是這樣的啦 然後我覺得其實這樣看起來 其實他對盪球這件事情非常認真 想盡辦法 腦袋在想 對 認真一直想 是啊 但不是說因為他現在是我支持球隊的監督 我就一直捧他或什麼 或是講他好話什麼什麼的 但是我說實在話 做一個球迷 可能你不是日本活的球迷也是一樣 你看到他 你很難不被吸引 其實我後來想一想 雖然我某一集有稍微笑了一下說 這邊是可以染髮弄得帥氣 要弄得帥氣怎麼知道 另外變成說不能溜鬍子 不能染髮那一堆 其實認真講 力量也在用他自己的方式 對啊 去做出 怎麼講 去讓球迷看到 周恩隆現在是要 權力面對棒球這種感覺 沒錯 他用他的方式 對 B-BOSS用B-BOSS的方式 對 他也沒有 必須認真講 這兩個人在媒體上面都蠻有神亮的 一定的 對啊 應該說 因為我忘了我有沒有講過這件事情 在台姆利或其他 其他可能以前嘴炮鼠的時候 在搞直播的時候 我人生中第一次去買日本職棒的商品 我還記得退伍之後 跟幾個那時候一起當兵的朋友 去大阪玩 我們去 我們就那天剛好逛到什麼 阪神百貨店 阪神百貨公司 上面就有一個賣阪神的商品的一個 一個扣拿 一個部門 對 我那時候第一個買的 就是新裝鋼絲的T恤 黑色黃色的 我到現在不會忘記 因為那時候雖然已經看日本職棒 但是沒有那麼迷 我覺得那時候 因為我2000年退伍 就是那時候 我看日本職棒還是什麼都看的階段 我那時候其實還沒有 完完全全替日本貨隊加油 沒有 我就是愛看日本職棒 哪一隊我都看 有任何管道可以知道的 我都吸收 但是你看那一堆那時候 很多人都滿身的球員那麼多 看啊看啊看 拿新裝鋼絲 我那時候說不定 我也不算 那時候也不是多迷新裝鋼絲 但是你知道這個選手就是 怎麼講 就是會吸引我 好我買他的 我記得5號的T恤來穿 第一個 我認識中第一次 買日本職棒的商品 也是買新裝鋼絲 就很自然就會被他吸引 你知道他這個選手這樣子 你就很想要看他 就是他現在當監督 他也是沒有變 我覺得他還是沒有變 只是當然位置變了 從球員變成了監督 可是他想要做的東西 我覺得他一直以來都一樣 而且更誇張的是 我們現在才真的體會 因為以前或許資訊沒那麼多 就像前面提到 他真的有辦法說到做到 他說了他就要做 而且有一種 在選手實際說到做到就算了 當監督還真的可以說到 說到 對啊 監督一樣繼續持續的 幾乎都說到做到 應該啦 如果有沒做到的 也可以提醒我們一下 如果球員朋友發現 也許是還沒做而已 對 有的還沒做而已 對啊 因為他真的做不到的 他好像會在網路上道歉 有可能 他那個嘛 那個球迷加念華的時候 他就說 我想要出這個表演 再來不及 對對對 他會直接道歉說 這個我沒辦法做 下次再做 以後有機會在那個 對不對 好 那這一集也聊了很長 真的存訊了之後 新聞不會 不會 不會少 不會少 只會更多 只會更多 對 好 謝謝大家這一集的收聽 我們就下一次再會 拜拜 拜拜 拜拜